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女士和父亲这个大家庭原本十分幸福美满 但是近些年来父亲突然热衷于各种看起来并不十分靠谱的投资项目 张女士的父亲坚信自己一定能够通过这些项目发财致富 但对于父亲的投资张女士和哥哥妹妹们却十分不看好 直到不久前已经投逛了所有养老家的父亲 甚至打算用家里的房子抵押贷款继续投资 有一天爸爸自己没有跟我们商量 然后就直接从抽屉里房子就放在抽屉里然后拿走了 目前的矛盾很严重 张女士和家人实在忍无可忍 他们选择来到节目组求助专家老师帮忙劝劝踏上迷途的父亲 希望栏目组呢给予一些调解和帮助 然后不要让爸爸做这样的我们认为风险很大的一举动 一位父亲偷偷的拿出了家庭的房本 当然也不用叫偷偷的啊 因为这房本本来就是这个家中的父亲和儿子两个人的共有的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是家中的大女儿 在场下呢我们还坐着家中的小女儿 一家呢有三个孩子 这位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投资让他如此的着迷 掌声有请大女儿 刚才看到大屏幕中自己是不是觉得有一点无奈 特别的不理解 非常的不开心因为这件事情 爸爸想把房屋制作抵押 很需要钱吗 之前爸爸也在做一些很多投资 做了很多项目了 光我知道不清楚的数目都有二三十万了 然后前期的时候我和妹妹也有投资 但是近来我们感觉这个不太靠谱 应该说在我们年轻人的认识中 这些就是假的类似于传销之类的这种模式 然后我们都阻止爸爸去做这些事情 爸爸把大部分的积蓄 包括爸爸前期挣钱 然后所攒下的养老钱都去做了投资 现在手里没有能动的资金了 然后就想拿他和哥哥名下的那套房产去做抵押贷款 然后要去做投资 但是爸爸自己去能带出来钱吗 有房本是可以带出来的 这个房子上面有两个人的名字 霍律师爸爸和儿子的名字 如果爸爸一个人这个房本可以做贷款吗 抵押吗 如果他这个房子呢是他和他的儿子共同共有的话 他一人是不能够办理这种抵押登记手续的 对啊 那户主是爸爸 然后他又拿房本去询问一些贷款的人士 然后是可以贷款的说 来推一下先生话筒 先生您好 您好 您准备拿房本去贷款了 对 这个房本上写的名字是谁的房本啊 名字是我给儿子的 您跟儿子您占多少 我占多少 那主要是我呗 我第一个名字 他是这样 他分两种共有模式 一种呢叫做共同共有 不写份额 一种呢叫做暗份共有 如果他这位先生的所述的上面 如果没有写份额的话 就是共同共有 那么如果共同共有的话 他就这位先生更没有权利单方去抵押这条房子 所以先生您去问的可以抵押吗 可以 您问的是什么地儿啊 那个就是有的数人跟我联系的 还是我们认识的 还有这些大街上这个 那个车上放的名片什么的 我不问人家 他说有的说是可以抵押 有的说是看一看就行了 直到你有这个房 不是假的就行了 但是说能找着你这个地方 您相信他们说的话吗 我相信 但是我也有怀的地方 但是说如果在现场办的话 我又看出破通来了 我都可能是不干了 对不对 因为霍律师呢 是很靠谱的一位律师 他这么确凿的说 肯定不行 那您觉得是霍律师出了问题 还是您的贷款公司出了问题呢 这个那我不清楚 我估计我们这律师 因为我这个 因为我这个范子不大 我觉得有些小贷的 他们可能有些是中间人员 可以直接私人手里 说他有点钱 像村医银行的吧 比较利息低一点 他想用高一点 可能是中间这种情况 给我们两个 有这种情况 先生您要这个钱干嘛去啊 投资啊 投什么资 原始股权股票 哇好高大上啊 我都没有投资过原始股票哎 对 这哪里的股票啊 能给我介绍一下吗 可以啊 可以 我正好最近有点闲钱 那更好了 哦 那个 我的钱投哪儿去啊 是纳斯达克呢 还是我们这个香港呢 还是我们上海呢 德国的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 德国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 人家这个项目 已经在法兰克福上市了 哦 那您查过吗 是上市了吗 我查过 您准备买多少钱的呀 不多 买五十万以下 五万以上就行 是人民币还是欧元 人民币 好 买五到十万的对吗 对 多少钱能拿出来呀 这个钱 嗯 据他们内部人士 那个透露 就是说 就是以五年都可以出来 大部分 内部人士 嗯 您从哪找到的内部人士 就是我们这些项目 这些上面的老师 然后那个 根据他们上 在上面的领导人 就直接 能联系上 我这是 哦 那这还是一个 挺大一组织啊 嗯 这个 怎么说呢 老师是亲自给您说的呢 还是怎么跟您说的呢 他给我说的时候 我已经给电脑上也查了 查了的 我说的是老师是亲口跟您说的呢 还是老师隔着电话跟您说的 亲口说的 您见着这老师了 对啊 是德国人吗 这个不是 是我们 我这个上面有个老师 哦 上线 对 这怎么听 像传销啊 你不能那么认为 是听由上线都是传销 其实我们根本就不那么认为 哦 那是这样啊 先生 您这个企业是哪里的企业 是加拿大的 每周的企业跑到欧洲去上市 对 然后呢 现在让中国人买原始股 对 您这一整个一个世界大团结呀 应该是吧 即使是真实的这个原始股股东 在一个股票进行IPO上市之后 两到三年之内 都因为你是原始股股东而不能够退出 所以这种说法说 您买了之后 一五年就要上市可以退出 这种说法是不可能成立的 我确实这个经济方面的知识啊 不够好 但是呢 我觉得怎么绕了这么大一圈啊 您为什么不买咱们中国企业的原始股啊 然后这个企业是 随便是加拿大 这个老板是中国人的 你就应该建议他们换成德国人 这东西不是我建议的 人家公司已经十几年了 我想问一下 您这个所谓的原始股 原始股是指了 它还没有上市的时候呢 您来购买原始股 是这意思吧 对 那您现在不是说已经上市了 您怎么能购买原始股呢 这个不叫原始股了 已经叫原始股票 原始股和原始股票有什么区别呢 上市以前叫原始股 上市以后的叫原始股票 稍等啊 来 话筒拉下来 推另外一个话筒 宋老师您好 您好 原始股和原始股票是有区别的对吗 一般情况下 我们只称为原始股这个词 然后在上市之后 只称它为股票 我们不轻易的 或者很少有听说有原始股票这个词 就是原始股这个词存在 原始股票这个词 我们基本上我没有碰到过 好 在我们金融行业里没有碰到过 好 来推爸爸的话筒 先生您好 您好 刚才说话这一位是我们请来的金融方面的专家 他每天就是研究股票 金融知识 然后也做过 参加过我很多期节目 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金融方面的专家 帮助过很多人 拯救过很多迷途的人 就是这个人 不是我想知道 他说他都不知道原始股和原始股票是有区别的 学习的 这说明咱们以前找专家 咱们不负责任 没找对 您觉得是不是这个专家有点不懂啊 我是这么想的 其实这方面就是我也不太了解 但是我这几年 从这方面逐渐学习 问人家是炒股的 是懂的这些经验 怎么说法啊 我自己的观点 就是上了市以后原始股票 怎么叫原始 其实这个观点我是这么认为的 原始就是最开始发行原始股权的那个价位 也每往上涨 还是那个价位 上市了以后 发行原始股票 我都认为这是原始股票 在理论上只有原始股这样的一个词 你在IPO之后 成功上市之后 就不会再存在叫原始股票这样的一个词了 所以这个 咱们现在这位当事人 这位这位这位先生 他一直在说 在上市之后 还有原始股股票 他可以买得到 这种说法是不可能存在的 上市之后不可能再存在 在市面上发售原始股的形式 上市之后 股票价格怎么可能不波动呢 因为股市是波动的 上市没交易呢 这位先生说实话 今天确实对于我和我们的五位专家来说 可能获率是还稍微好点 听说自己也老做些投资赔啥的 我是没赔过 你没赔过吗 您做所有的投资没赔过 对 没有说现在就是说 哎呀打水票了 彻底磨了 什么意思 老板也磨了 公司也磨了 网站也没了 不是 那您赚过吗 应该是赚过 但是说 不不不不 不要说就应该 赚过多少钱 您要是说赚过的话 但是赚过就在赚票上趴着呢 我没拿出来 是因为我不是不拿 我不拿 孩子也这么说 你拿钱 我说不拿 要不你今天回去拿出来 让我们看看 爸爸不拿 他总觉得那个钱还能再赚 赚好多 他所以他就不拿 然后把家里的钱都投完了以后 现在又投另一个项目 没有能动的资金 他已经赚了钱 拿出来 把拿着赚的钱再去投不行吗 不拿 您可以劝说一下 您在哪个项目上赚钱了 先生 比如上一个项目的中灵航科吧 这个是咱们中国的一个 北京新能源研究院 一个刚出台的一个 非常有发展潜力的新能源汽车 不是 您赚了多少钱 这我应该赚 十万不少吧 赚了十万 投了多少钱 当时我投都投了两个块钱 两万赚了十万是吗 这十万在哪里呢 又投了 他是赚钱了吗 他说赚了 就是又投到里边去了 还投进去了 先生您想把这钱拿出来容易吗 现在都可以拿 现在可以拿吗 对啊 随时都可以拿吗 对 我就是说 您说现在不是管我 有别的人说 有些家里也不知道 说也是说 家里反对 孩子反对 你这是上当受骗了 有的他都 他都没这个信念了 他就说 那得来找公司 你给我退了吧 公司都给退了 现在我这个也不要 也可以退 张先生 我倒觉得 但是我是不对的 像你这样说的呀 您现在为了取得女儿的信任 家人的信任的话 你倒可以拿一个出来呀 对呀 麻烦你不用抵押房子 因为你挣了十万 你不这次投财五万多点钱吗 你只要给你女儿抱出来说 我挣了一万 我再花一万行不行 他肯定不阻拦你 关键他们没见着 对 没看到这个 这个先生啊 刚才这一段话中 常用的一些词是 我不太了解 我认为我应该 对 对 我觉得 我觉得 这样的词 那么也就是说 您很多事情是凭自己想出来的 对 无论是跟朋友的一个交流 还是你的上线的老师 当他把这些信息传递给你的时候 你认为肯定能赚钱 对 但是你这个肯定背后隐含的是你 太多的信息不确定 你不了解 我基本上了解 基本上了解 别了解啊 姑娘请坐 这是你们的房本对吗 这是爸爸和哥哥的那一套 就是爸爸能动的就是这一套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确实是两个人的名字啊 然后在房山区 这个房子呢是113平米对吗 对 那还是挺好的一套房子啊 对 爸爸其实挺好的 然后我认为之前是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而且爸爸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伟大的父亲 他给哥哥买了一套房子 然后也给我买了一套 之前爸爸还是很辛苦的 很努力在挣钱 小时候一直在教我们 就是说这个世界没有不劳而获的 也没有天上掉馅饼的 然后什么事情都得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去做 但是现在爸爸居然拿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去做这些投资 而且每个投资都五万三万几万 然后加起来有十几万二十几万 然后小的时候让我和妹妹去投资的时候 我们两个也有投了八万多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相信爸爸 觉得爸爸做的这个东西是对的 但是就打爸爸投资的好几个项目之中 有一个项目 那个他的应该算是很高的一个经理了 不知道是类似于总裁还是什么样的 都进去了 然后都受到 这不是诈骗了吗 对 然后那个爸爸还在做这些 爸爸刚才说他投资从来没有投错过呀 爸爸所谓的那个从来没有投错过 就是他没有并没有说我投的这个钱投了多少 然后都回不来了 就是说能在账面上 或者能在电脑哪里能看到他 但是真的想拿出来 其实我认为是拿不出来的 爸爸非说那个钱是可以拿出来的 那就像刚才老师说的 能拿出来你拿出来再去投资 女儿是不反对的 但是爸爸现在手里是没有能动的资金 他还要去投 现在还没赚了吗 赚了还有这事吗 最不能理解的 然后让我和哥哥妹妹都坚决反对 就是爸爸要拿房子去做底压 然后去贷款 我觉得这是一非常不好的开始 如果之后会有一系列的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发生 所以现在你跟爸爸是不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矛盾了 几乎最近每天都在矛盾中度过的 所以我想知道爸爸最初投资 就他投资过哪些行业 您帮我例数一下可以吗 有很多 最初我记得好几年前了 然后爸爸投资什么 类似于说注册域名 注册域名买一个是三千多 然后我和爸爸妈妈妹妹都有做投资 不到两下 是三级域名吗 就是什么.com.cn那个 然后.mobile等等 类似于这样的 点mobile是只能在手机上用的呀 具体的后续我们也不清楚 那个时候 为什么要投资这个东西 因为你们要除非你们做生意 要个域名有可能有用 因为之前听爸爸说 然后我们也了解一些 就是CCTV以前被抢住了 然后花了几个亿又买回来的 可能就没有想争那么多 然后就说投资一个域名 有这事吗 在互联网早期的时候 由于这个域名比较细 比较不稀缺的时代 很多人就是抢住了很多大企业 名字缩写这样的域名 希望将来这些企业呢 能够以大资金大的价钱 从他们手里买回来 这样的比较好的域名 但这种方式呢 现在基本上已经很少有人说 我去抢住一个域名 然后希望别人来买走 这种方式现在已经不流行 所以你们就抢住了很多域名 但是这个域名现在需要 每年都要交钱吧 对 每年都要交钱去维护它 但是交了几年就不再维护它了 觉得不靠谱 那这事儿 爸爸不是说他投资没赔过 这不就算是赔了吗 有的时候爸爸说话很固执 很绝对 来 先生您好 您好 您投资这个域名现在还在用吗 不用了 是今年以后才要续费 所以我们考虑都是没续费 就算是 算是 从这个行业第一步迈出 到这开始学习 找经验 找教训 一步一步就这么走过来 明白 而且现在这样的域名已经被那个就是APP给取代了吧 那我不懂 您都不知道 对 也就是说反正当时肯定是一个失误的投资了 好 我们现在来画一笔啊 第一笔 域名投资 这个呢算失败了 当时您投了几个呀 域名 一个 您只投了一个吗 对对一个 你投了几个 一个 她是一个 妹妹 你投了几个 她没有 我记得这个投资我没有做过 没有 你没有投 因为好多年前了 一会儿我还在上学还没有毕业 幸亏没投 我没参加 对 要不然的话 您这不又是一笔钱浪费了 好 我们来捋啊 第一个 域名投资 这是大概几年前的事了 好几年前了 大概10年以前的事情 爸爸之前在这之前 一直就在做暖气安装公司 然后带着工人去辛苦的挣钱 而且爸爸每天自己都跟着 去做这种体力的活 然后觉得 所以他挣钱很不容易 是 我也觉得爸爸挣钱非常不容易 但是爸爸每天省之俭用 然后为了孩子幸福 给我们买房子 但是自己却不舍得吃 不舍得花的前提下 拿好多钱去投资这些 我们认为是不靠谱的投资 所以觉得非常的 这是第一次 域名投资 接下来又做了什么投资 在这个之后好像有一个 也是国外的 类似于交友网站的那个 可以同时翻译12个国家的语言 就是你跟我聊天 互语软件 互语软件 那个好像是2万多吧 然后每个人投了 我投了2万多 妹妹投了2万多 然后爸爸投了好几个 具体多少我也不清楚 这个投资怎么赚钱啊 当时说的 说的就是上市了以后 就有股权账 然后能够跟你们分红 这是哪个国家的公司 具体哪个 我都忘记了 是美国中国还是哪个国家 要不问一下爸爸吧 好 先生您好 这个交友软件 就是翻译软件啊 这项投资是投资哪一家公司啊 是德国的 这是欧洲的吧 德国的公司 欧洲的 他注册是在英国 注册在英国 对 好 那也是欧洲的一家公司啊 对 那投资这个 钱拿回来了吗 没有 您刚才不是说 您没有一个投资是失利的吗 现在这个公司也在 人家正在 这个上市以后 有个封闭期 就现在这个期段 考核期也就 封闭了几年了呀 这个是 一二年的 五月三十号上的是吧 一二年五月三十号 到现在的钱 您拿不回来呀 你百度多少年呢 百度多少年 好 来 宋伟明老师 方姐您好 您好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对这个股票是一点不懂 就我想知道啊 就是原始股 一般它有一个封闭期 说这个 这个公司上市 对吧 我们都知道有个封闭期 一般这个封闭期 是不能买卖股票的 对不对 完全不能够进行任何的买卖 好 两到三年 是两到三年 对吗 但是这位先生说 是啊 那你看 2012年 人家上市吗 那我两到三年 这不就是一五年了吗 理论上 如果从IPO首日开始计算 到之后推两到三年 在这一段时间 都称为股票的 这个原始股股东的封闭期 这段时间内 你只要是最早在IPO上市之前买入的股票 你都不可以进行交易 对啊 那也就是说这位先生说的对 他现在是不可以交易 但这个钱 一旦人家开仓了以后 他们就可以交易了 对吗 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您真的是原始股股东 您应该有一个该国的股票交易账户 连接到当地的这个股票主板上的一个交易账户 就像咱们证券公司开的证券户一样 应该落在那个证券户里面 而不仅仅是一张纸 也就是说 我们任何人买任何的原始股也好 或什么也好 必须在该国的 比如说我在纳斯达克这个买的这个股票 那我们必须有这个纳斯达克的账户 对是这意思吧 对您在该国又有一个证券公司的证券户 才能把你的原始股股票股权落在那里面去 然后之后它上市成功之后 两到三年之后您才能进行交易 您如果都没有一个证券公司的证券户 去落这个原始股的股数的话 您怎么去交易 那是不允许的 那没准人家这先生有呢 别着急啊 宋老师别着急 来这个先生您好 你好 您有这个证券公司的软件吗 这些软件我不懂 但是我这个原始股票证我有 但是老师说关股票证不行 那就是从电脑上能进去 也能看到爸爸说有那么样一个 就是可以进去 有是吧 对 你们可以看到是吧 对对对 现在打开电脑 电脑也能看见 电脑上也有 也就是说现在电脑上也能看到对吗 对 我那个电脑板的这个辅印件 这个这个件也在 您看到过吗 我看到过 就是点到那个网站进去 然后用爸爸的用户名 还有密码 书到里边能看到有多少欧元 然后 请问是 这是什么网站 是他们公司的网站 还是证券交易所的这个网站 不是证券交易所的网站 他说的这个是我们内部那个会员查的一个 也就是说谁找你爸爸 谁的那个网站可以点开 不找也能点开 只要你投了钱了 就是说你爸爸点开的是他和他联系的那个人的网站 不是 这是公司的 那个人啊 那个公司的 那个公司的 而并不是国外的网站 也是英文的 都是纯英文的 他给你发邮件了是吧 对 这个是刚发我的邮件 你看这个图表 跟这个图表一样吗 对吧 也是一样的吧 我不懂啊 本地邮马 这是我的名字 这个是北京市长庆区的那个时候 这是邮编 这是 这是 你我一样的 对吧 这个是 这个邮件是什么意思呀 那他们这个股票啊 它有一个转管这个的 我的理解啊 就是说 这是你的姓名 你的地址 你的邮编 你的股数 你的原本 都在这儿的 如果是没有策略的话 你认可 这是通股 货币 是这个欧元 这不是 这不过那股数吗 我那 我这帐也显示我的股数 这是对的 有其次这是那股数 在前期采访的时候 张先生向我们展示了他所持有的这只国外股票 据张先生讲述 要看到他所持有的这只股票的最新情况 主要通过对方给他发送的电子邮件 由于这个网站是纯英文网站 所以张先生表示 这封邮件里到底都说了什么 其实他也并不十分清楚 您觉得你这钱还能回来吗 我觉得不能回来 但是爸爸真心他会回来 交易的时候 先生您觉得什么时候就 您这钱就能回来了 这个吧 首先说这几年 我在这个商业上 我学习了 掌握了一些 发展也不多 具体什么时间回来 我也说不清 为什么外国的这个 这个 那个证券交易所 哪个跟哪个都不一样 那假如他要是30年以后才回来 你还干吗 那肯定我不干 20年以后回来 你还干吗 不干 10年以后回来 你还干吗 不干 5年以后回来 你还干吗 干 但5年以后他告诉你说 可能最多是给你个本金 怎么办 那你都认 认 那你不认怎么办 也就是说 其实您并不了解 当然就投资了 是吧 当时是不了解 现在越来越越 对这方面越 比较是了解 越来越多点吧 好 那也就是说 您认为 其实这一项投资 您也知道 估计回不来了 我估计回来了 回来了 肯定回来了 您估计能回来吗 我估计回不来 他肯定不会 您估计能回来吗 我也觉得回不来 因为他爸爸特别自信 他从来不觉得 他投的资是失败的 他就觉得 我感觉就像在造梦一样 爸爸这一辈子吧 特别辛苦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我也特别相信爸爸 我就觉得 爸爸说什么 什么都是对的 所以我也会跟着爸爸 去做一些投资 你很心疼你的老爸 对 你是觉得他那么辛苦 赚来的钱 竟然投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里 对 他是有点激动 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 我能不能理解为 其实您现在这样去拼命的投资 是为了改善这个家庭的生活 一方面是 那另一方面是什么 另一方面 我一个人生规划 我要完成我一个 也就是说 梦想 一个梦想 您的梦是什么 用我的医学知识拯救好多人 医学知识 对 您学医了吗 学了 天哪 我这有点转的有点快 刚从电子 最初是育民投资 然后转向了原始股票投资 现在又开始做医学了 爸爸是营养家 然后他有那个证 他就很注重健康这一方面 他希望以后挣了钱 不光是给子女一些丰厚的生活 他还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还想去做一些善事 然后去做 这个很好啊 帮助好多人 哦 是营养保健师 这是中国保健协会颁发的 我觉得爸爸能在09年 作为一个水暖工 他能够去考这么一个证 我觉得很了不起啊 说明爸爸还是真的是有梦想的人 对 先生您好 您好 当时考上这个证很高兴吧 也高兴啊 我认识 我这个 你这那个投资还早啊 我是从06年 结束的这个 人生健康这一块 然后呢 我这个人和我跑个问题 就是说把任何事情 我必须弄得它一清二楚 所以说我带着这个问题 我说这营养品不治病 说是不是药 我都学这个营养师去了 这个证是中国能源科学院 在北京大学举办的高级营养师培训班里头 学的 掏学费四千块钱的 但是有一听这个吧 我有点担心在哪里啊 您当营养师也好 保健师也好 这个是特别好的 保健自己的身体啊 但我就特别担心 您想买这个保健品 不会吧 买 保健品肯定 我现在都经营这块 我现在也吃这个保健品 有些专家说的那保健品不治病 这个说法是我认为是不对的 不能说是治病 病不是用来治的 治疗治疗是治病在疗 您认为它是疗的 对 你买了多少保健品啊 我没买多少 你随时随买呗 就是主要是吃是吧 自己买 自己吃 也做 也分享 也分享 要问你个问题啊 你说 如果当初你要是不交这四千块钱 去上这个培训班 他会给你发这个证吗 你这说话 就说认为我拿钱买的证是吧 不是我认为你拿钱买的 爸爸交的这个钱是培训费 并不是说四千买的 当然 当然 所以我就是说 我不去花这个钱 现在真正的培训是 比如说国家给你一个东西 让你花这么多钱去培训 有这种可能吗 那我们上大学不也要交好多学费 才会最后才会考试 通过了才达到证吗 你说的这个上大学交学费 跟到一个培训班交四千 这是两个概念姑娘 现在我担心的是 全家的人对他的很多重容 也导致了爸爸今天的这种思维结构 我想问一下 老人说的对 就是其实在你们心里边 你很矛盾 我觉得你跟妹妹都很矛盾 你们的矛盾来源于哪里啊 来源于就是爸爸这么辛辛苦 赚来的钱 为什么要去做这么多投资 而且在你们认为有些投资 是无谓的投资 对 可以这样理解吗 好 我们前面讲了两项投资了 一项是育民投资 一项是买了一个交友网站 对 但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交友网站 现在是什么情况 你知道吗 就听爸爸说的上市了 现在在风脾气 就有没有人在 因为现在在网络上都是非常开放的 你有没有搜过这家公司的情况 有搜过 就是很简单 也是几年前爸爸的一个投资 除了爸爸以外 有没有其他的人做这样的投资 因为这个东西呢 确实我们没有见到 不敢说 这个如果咱们今天支持了他 他发了财 咱就说好 到时候你得使劲请我们吃顿饭 对不对 可以吗 这个先生 可以 我一定请一名船举人吃饭 吃大餐 对 就是第二笔 第三笔投资是什么 消费养老 就是你消费 他会随着你的消费 而比例给你钱分过来 就是你一直消费 就会一直有返钱的这个钱 回到自己的账户上 最低就是一万企业 买一万就能给你一万块钱的产品 还给你一个股权证书 又是股权 就是说买一万块钱产品 还给股权 来 先生您好 这个消费养老是一个什么项目呀 这个项目是根据这个 世界警医院院长陈宇教授 世界经济院是一个什么地儿啊 那这都是这么一个 这个这个老师不是一个院院长吗 叫陈宇 中国的人陈宇教授 消费资本论是他的写的 所以您就投资了这个项目对吗 对 这个项目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呀 这是一个立国立民的好事了 怎么立国立民呢 现在这个时代是埋房时代 是消费者时代 对您这个项目具体是怎么回事 比如您交多少钱 怎么能有利润呢 我就觉得怎么能让您赚钱 让你这俩女儿过好生活 就很重要 他打的这个项目也就是说想上市吗 都是说 对 您怎么赚钱 你给他一万 他给你反多少钱 我给他一万一份不给我反 一份不给你反 怎么叫立国立民呢 这叫不立国还害别 你没闹明白这个事 现在是加入这个资格 那以后成为会员以后 你可以消费 消费了以后 消费以后 他给你反的钱 然后再经过投资理财放大 寄到你一个养老账户里去 先生别着急 投资理财放大 寄到你的养老金 那你既然说是理财的话 如果这个理财的产品赔了 将来你老了以后 这个钱他还给不给你 公司赔了 听懂了吧 因为你说的是投资理财项目 理财呢 理财本身 他就不是 不是保险的 理财他是可以赔可以赚的 这个道理你认同吗 你说 理财是可以赔可以赚的 这个观点你认同吗 这个我没想那么多 不是 你所有的事情 为什么都不想那么多呢 你交了钱 他给你一个理财产品 是为了保证你 我不是没给我理财产品 给你什么 就是我就是说一个 这个公司的一个会员 您有那个跟他们公司签的协议吗 先生 有啊 有 好 带来了吗 今天没有 今天没有 那协议上是怎么说的 是给您返还吗 还是怎么说的 不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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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的钱 给我给我一万块钱的产品 然后呢 给我一份股权 好 这个股权什么时候能兑现呢 现在这个公司不是给那个 正在打官司吗 那个我说一下啊 那个王文健老师 其实我跟爸爸都特别喜欢您 然后可能爸爸的一些言语 或者然后您也别着急 那个今天来到这里 就是希望专家能帮忙调解一下 全说一下 然后这个就是消费养老师 他就类似于一个网上超市似的 你刚开始 你是你只有消费一万了 才可以是这个 这个消费养老项目的会员 你才有资格再在这里边买东西 他会返你钱 就有一些类似于超市的积分反线 或者怎么样的这种情况 然后就是试这个会员的时候 一万块钱他会给你寄过产品过来 就价值是一万 然后还有一个一万块钱的那个 就像爸爸说的股权书 还是期权书那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就是之后 我们会有一张那个卡 会员的卡 然后拿这个卡的会员输入 去那上面买所有的东西 那上面的东西也很全 你买了还便宜他还买多少 还返多少 爸爸有买过 我们有买过 请问他说现在这个公司在打官司 打什么官司呢 就是那个他们的上线的上线 就很高的一个类似于管理 或者是经理人 他被那个就拘留了 然后关起来了 因为他们原因 具体的原因 我说不清楚 大概就是因为可能他们这种模式不对 就是你介绍我下线 我介绍你 然后都来投弄这个东西 简单说就是传销 有一个局部的人被以传销的名义给抓起来了 不是传销 应该是非法提资吧 对 具体什么我不介绍 就是爸爸对这种突然被抓的这种消息 他着急不着急 说心里话 我认为爸爸内心是着急的 但他表面上表现出来还是很坚强的 他不认说 爸爸很自信很固执 然后他会觉得这个还会再翻案 然后会怎么样 现在这个人已经被抓起来了 您说一下打官司 这个真的不叫打官司了 这个叫 涉嫌刑事犯罪 先生 那个您怎么看这件事 我看是 我都是认为现在 不管下法人人 他都说你传销 这个老板是现在 是被一审二审判为组织传销罪 你看 判了13年 然后现在在 可能一到最高法院 已经申诉到最高法院了 可能啊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也就是说您这个钱是彻底拿不回来了 这不一定 说不定马上都翻案 听他们这部消息说马上都翻过来 就是他那个案件 人家在上诉中 他们的怨想是希望可以翻案的 这位先生 我从头到尾 我没有讲话 我一直在听你讲 这个经常能听到您说一句话 据内部消息 我不知道您从哪获得了那么多的内部消息 就您所谓的内部消息是谁告诉您的呢 就是这些 我们这些会员之间一些比较高层的领导 这个叫内部消息吗 您所谓的内部消息是什么呢 就关起门来 比如说我现在跟马建老师说 马建老师 据说火星明天就召开会议 邀请我们去 这叫内部消息吗 那我不知道 我们俩瞎说的消息就是内部消息吗 就是您这个内部消息是从哪来得到的 那都是我用词不当 这个也就是说白了 就是这些消息都是道听途说吧 那也可以这么说 是这样吗 先生 就是道听途说 听他人讲 这个先生 您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 我帮您查一下 现在的情况案情怎么样了 消费养老嘛 公司叫什么名字 现在叫上海会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海会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三点水一个会 那个会文汇报的会 原显是叫上海家地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现在才改名改这个 而是说董事长是他儿子 现在公司这个国家说你们这个这个项目非常好 就是这个操作末式不行 这公司这个网站这个公司 国家谁说的说你这项目特别好啊 就是这个法院吧 法院说的吗 对啊 你看到判决书上写了吗 判决书上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说你们对末式非常好 这个立国立民这个项目不是不是这个这个字不是 先生在开庭的时候您在现场吗 开庭的时候 呃我们也在现场 我们那个在一块的他去在现场了 就是爸爸的意思是在现场的那个人告诉爸爸说 法院的人说其实这个项目是不错的 但是你们这种营销模式是传销的 然后是违法的 爸爸为什么会听到这样的消息 是因为爸爸希望听到这样的消息 就有人会给他讲这样的消息 他这个毕竟是有很多人介入到这个当中 他为了稳定情绪 他们会有各种办法来让你爸爸这一类的人 先不要着急的闹 你爸爸这样的人 现在都能支持到说到高级法院很快就翻过来 他从心里其实他是恨他的 但是他必须希望他好 否则他没了 但是等你爸爸这样的人要是反过劲来 都去跟他们折腾 那他们更完了 那个霍律师据您打官了这么多年 法官一般会这样说吗 当然不会 立国立民干嘛要判决他刑事犯罪呢 这个显然道理是不通的啊 这个如果 而且法院法官一般会说 您这个项目很好 但是由于怎么怎么样会这样说话吗 法官肯定不会这样讲话 法官他肯定叫做我们说以法律为准生意 事实为依据 那么是违法就是违告 说话的那个人给你爸爸传话的那个人 他想说成这样 我同意王文年老师的话语 然后可能爸爸他从心里也希望是好的 然后不想说自己也真的血本无归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爸爸这个固执己见的这种情况才来到我们的节目 希望专家能够开导一下爸爸 然后还有有可能这就算是这些所有的项目都失败的话 也希望不要不要打击爸爸 然后就算是失败我们都能接受 就是这个这位女士啊 这个你爱爸爸的心理我非常理解 但是你知道吗 你的爸爸现在如果就是你 就是我们这样下去的话 其实对爸爸不利 但当然了 我也觉得爸爸做那么多投资未必都是有问题的 我能理解他 但是他们都是偏偏看问题 刚才我们的霍律师啊 查到了这条消息 是人民网的一条消息 大家知道啊 我们记者一般采用网络报道 通常只能采用两个网站的是肯定没问题 一个是新华网 一个是人民网 那么现在这条消息是人民网报道的 也就是说呢 是比较官方的报道了 那么这个名字呢 叫上海宣判传销系列案 51起案件涉案79人及一家单位 涉资10.9亿元 消费养老原来是传销 讲的就是这件事 这个 你看过这条消息没有 没有 好 爸爸看过没有 先生 您看过这条报道吗 不用看 我知道 我们那个宣判结果的时候 我们那个人都在现场 就就在这个法庭的现场 但是您认为 这样的宣判结果之后 依旧有翻案的机会 对不对 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冤枉的 填下最大的冤枉 霍律师您觉得这个案子作为一名资深的职业律师 您认为这案子翻案的可能性大吗 不能说 因为作为律师来讲 我们不讲是百分之百 但是我认为百分之九十九他翻不了案 为什么呢 我是这样讲 因为这样的案件的进行了一审二审的判决 而且呢 这个 在判决的时候 因为我没有看见到这个判决的判决书 以及相关的证据 但是我相信人民法院在审判这样的案件的时候 不会轻易做出这样的判决 一定是有相关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 当成了这样的事情以后 然后我们就已经开始阻止爸爸不要再做类似于这样的投资了 我们跟爸爸说的原话都是没关系 这些无所谓 能回来最好 不回来我们就不要了 然后我们还有别的积蓄 但是后来爸爸又去做了别的项目 别着急啊 先生我们先把这个项目说完了 您认为这个项目还是有点希望的对吗 对有很大希望 您这个很大希望是谁给您的呀 因为我自己的先信吧 这个项目这么大的一个项目立国立民 这个项目你只得在人民大会堂 经过六十多位专家学者包括人大代表论证两次都说这个项目在中国确实可行 包括清华大学的一个要杨建兹的一个教授 他都说这是中国的养老金第四来源 把他定性为第四来源 那个这位先生 嗯 来我跟您说啊 我现在大概听明白您的这个思路啊 嗯 问题出现在哪里了 你说 就是您认为在某一个会议上或者某一个专家曾经提出过消费养老 然后呢您就把这样的一个理论套到了您这个公司上 认为这家公司就是国家办的 你是有这样一个理论吗 不认为是国家办的 我跟你讲先生啊 你知道有很多的骗子 嗯 你有很多的非法的手段来骗取他人钱财的时候 他就会给自己冠一个这样的一个美名 比如说 我说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国家领导人 或者某一个专家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口号 或者这样一个方式 这个口号方式都是正确的 但是底下的这个骗子只是把这个当作幌子 您明白这个意思吗 现在说什么比如消费养老也好 以防养老也好 我们现在已经听说过有些骗子打着国家的 以防养老的旗号去骗钱了 他说以防养老把你的房子抵押给我得了 您明白吗 这个这个概念啊 有些个概念是好的 但是呢 被一些不法的分子所利用了 您比如说您刚才所说的 在人民大会堂的时候有多少个专家 我确实不太清楚 假设真的有人民大会堂有那么多的专家去论证了 那是跟您这个公司有关系吗 跟这个被判刑的这个被告人有关系吗 肯定这个有关系啊 他是参会了 当然参会了 照片都有啊 以什么名义参得会是去听了还是去发言了 就是就是这个律政会啊 两次呢 国家发改委都参与了 好 那先生我来给您读读我这个人民网的报道啊 您听一下 这个人民网对于这件事报道 您也确认了就是这家公司对吧 对于报道是这样的 这家公司的收益实质上来源于加盟者缴纳的费用 也就您 你们这些人缴纳的费用 公司收取资金10.9亿余元 并未用于 这法院查明 并没有用于所谓保值增值的消费养老项目 您要听清楚啊 并没有用于 而是大多数用于 这个被判刑的人叫曹建华等 高管的个人花用分成和代理商的返利 也就是说您的钱被他个人给挥霍了 其中4000万元被转入曹建华夫妻个人证券账户 4000万元啊 就是曹建华这个人 您想想 这位大哥啊 您交的钱被他个人转到个人账户里 用于购买房屋 高档消费 以及吃喝玩乐 700余万元被曹的妻子在案发后 转入朋友的账户 市场部经理相评 获取分成2400万余元 就一项目经理 就从这里边挣了2400万 市场部副经理方博年获取700余万元 而众多公司代理商个人也获取了 从数万到百余万元的返利 先生您看到这个报道了 对不对 这个报道我没有看到 那我现在给您读了一遍 就您的钱已经被他个人给挥霍掉了 您怎么还能认为你这能翻盘呢 就是说你认为刚才说到的文字中提到的这个他个人挥霍这些事情 你认为也是国家冤枉他了 是吧 我认为他现在是最大的冤枉 为什么他这个法庭上审判是整个从事到中是流着眼泪审判的 我就问您一句话 你觉得人民网是在给他造谣呢 还是说出了事实 那人民网又采发过我们老总 在去年一二年 你会直接回答我 你认为刚才王方读到人民网的这篇文章是在给这个犯罪分子造谣呢 还是真实的 造谣我不敢说 但是他这报道 他是他的意据是根据法院的那些意据来的 我认 张先生 张先生 你好 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的意思是说人民网的这个记者获取的资料来源是从法院回来的 对 那你庚子上认为法院是一个误判 所以你觉得他这个报道可能也不是真实的 是这意思吧 我可以这么认为 那你想法院的这些东西是真实的吗 判我先不说 法院公布这些事实 他自己把这个大家集资起来十点多亿的财产 有四千多万转入他们自己的私人公司里面 有七百多万被他们夫妻俩高档消费掉了 然后那种种的经理副经理 个人从里面获利两千多万几百万不等 这个是事实吗 你觉得 包括你的语言表达方式都有带有非常强烈的主观 我给你提供一个依据 您刚才讲的那个原始股跟原始股票 就是完全一个主观的判断 你的解释我听得特别清楚 你的意思说按照你的想当然原始股 就是说没有上市之前 你买的叫原始股 对吧 然后您就想当的想当然的认为 上市之后只要价格不波动 那个这个股票就叫原始股票 对吧 我是这么认为 你看您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想当然创造了这么一个名称 其实我们都知道只要上市 它中间根本没有空隙 那个股市就在震动 对 所以你看你就是想当然认为你创造了一个 它只要价格不动 就叫原始股票 所以刚才我就想跟你分析这一块 就是说你要清楚 您现在整个人在思维体系里面 你有非常强烈的主观 选择性的吸收和选择性的判断 我再说一点 就是说我感觉到您除了有主观的东西之外 您还有一些权威崇拜 就是比如说您对一些教授 你对一些大的一些机构一说 您就主观上认为这些地方 哎就如何如何 这是一种思维上的权威崇拜 可能会出现问题的 比如说刚才那个淳于教授 刚才汪英老师做了点功课 查了很多东西 就是这个叫全称叫世界新经济研究院 您知道他的名誉验长 刚才你提到了费晓通先生是吧 您知道费晓通先生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吗 那我不知道 2005年 这个公司是2009年注册的 您听说过哪家公司注册 把已经过世的人拿来当院长吗 但是非常奏效 因为费晓通是一个名人 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社会学家 您一定认为费晓通现在还活在我们身边 但是他现在活在我们心中 所以张先生 就是说这些东西 就是说我特别理解 就是说您现在因为有自己的一个需要 你要守住这个底线 但是我们今天跟你讲的话 真的没有恶意 就是我们要相信事实 您从逻辑上判断一下 现在有哪个公司注册 要哪一个过世的人来当当院长 或者民意院长吗 他怎么跟他沟通啊 他没有办法达成这个意愿呀 石刚老师在节目现场的一番话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 这项投资的蹊跷荒唐之处 据张先生讲述 他深信不疑的消费养老项目 是根据一位陈瑜教授编写的 消费资本化理论与应用创办 好多人都知道陈瑜教授啊 消费资本论是他的写的 同时张先生还提出 这位陈瑜教授曾经创办过一个非常著名的组织 叫做世界新经济研究院 这个项目是根据这个 世界经济医院院长陈瑜教授 世界经济医院院长 然而通过调查我们发现 这位陈瑜教授创办的世界新经济研究院 在院长一栏里填写的是于光远先生和费孝通先生 但我们发现费孝通先生在2005年4月24日不幸去世 但由费老担任院长一直的这个世界新经济研究院 却是在2009年3月在香港注册成立的 一个在2009年3月注册成立的机构 为何会选择让2005年4月已经去世的费老先生担任院长呢 这样一个完全违背常理的做法 背后真实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同时世界新经济研究院的另外一位院长于光远先生 也于2013年9月26日在北京去世 在于老先生的个人履历和担任职务中 我们也没有看到世界新经济研究院院长一职 通过这些调查 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个世界新经济研究院到底是个怎样的机构 陈瑜教授以及跟陈瑜教授息息相关的这个消费养老项目 又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项目呢 好咱们继续往下说啊 这是第三个投资项目 现在我们已经说了三个 第一个项目你们还记得吗 育鸣对吧育鸣投资 第二个项目是所谓的国外的交友网站 第三个项目是这个消费养老 但我们看到爸爸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以回放 爸爸说我这么多投资从来没有一个失败的 我是没赔过 你没赔过吗 您做所有的投资没赔过 对没有说现在都是说哎呀打水票了 彻底磨了 起码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育鸣投资是肯定失败的 对吧 然后消费养老这个项目 叔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您是失败了 因为他已经被国家法院判过了 那么这个钱肯定是暂时拿不回来了 所以第三个 第四个 第四个就是中领航客投资一个车 那个车好像因为之前不是烧什么汽油燃油 对吧 然后有电的 对吧 现在又更新了一代 就是关于那个磁动力可以驱动这个车往前行 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要投资 然后具体投多少钱 一会可以问爸爸 然后爸爸带着我和哥哥都要去到那个地方去看有这么一个车在那放着 然后他也有和北汽集团合作有一个4S店的门脸在那在说合作的这辆车可以再卖再使用 然后投资这个项目 当时因为有了消费养老这个事情出来了以后 然后就从这里开始主要不听爸爸的话 然后他说我们年轻人不懂得接受新鲜事物 然后思想成就 然后等等 因为我们老说爸爸话就是你被洗脑了 但爸爸会反驳我们说 如果你被那个李嘉诚洗脑了 你就是商业巨富了 如果你被马云洗脑了 你就是那个电子的十八罗汉的其中一员了等等的 爸爸有很多话语可以反驳我们 然后那个就是说我们要听他的要继续投这些 但是我和哥哥妹妹都没有投 然后爸爸就不高兴 然后意思就要投 他还投 然后那会儿爸爸手里还是有钱的 然后爸爸就投了 他不是说现在他赚了十几万的吗 他那个钱都在账面上 并不能说像王老师说的 你可以拿出来 拿出来你再投啊 如果爸爸那样做 我们所有人都不反对爸爸 他是拿不出来其实 他说可以拿出来 但是爸爸就是不拿出来 你去问问不就知道了吗 因为我觉得这些 在我的主观意识中 我就认为他不可能拿出来 所以我就不想去问 你们天天是小心翼翼的别把爸爸伤着 又想劝他 你们怎么就不知道随便的 说句老实话 我们随便 随便打开一个上头就是骗局 随便 你说这些东西 我们有做这些举动 在爸爸眼里 他会觉得这些都是不正确的 这你都是冤案或者什么 类似于这样 刚才爸爸的意思你们都看到了 对吧 都是原案嘛 如果老师我们在家里能够劝说爸爸 就不会求助到节目组了 希望各位专家一定把爸爸 但是啊 您看啊 刚才霍律师轻而易举的找到了这条消息 你说你之前没有看过 那我认为 包括你现在所说的这个磁动力投资 我不了解不敢妄下结论 但我听了就觉得悬 证件会批的 你会 随便如此 早逮你了 我想问一下霍律师 一家公司如果比如说我现在缺钱了 我想做个新的项目 我让大家都往我这拿钱 这是国家允许的吗 当然不允许 作为一个正常的一个企业运营 因为它不是金融机构 不能够非法向社会不策略人群吸拿吸储 这叫什么行为啊 比如说它这个有可能构成几种犯罪 一个是非法吸储 一共是非法集资诈骗 当然说如果说金融 他首先他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项目是不是真的 即使他这个项目是真的 他也不能向社会不特定的人群吸收这种存款 就这个地方我也去过 我看到有人就三万五万八万的就在那刷交 就给一个小的收据 你知道钱刷在哪里 我不知道 但是我是被爸爸强制带过去 他就硬性要求我去了解这个东西 去做这个 因为我本身就已经否从心里就否定了这些所有的 中岭航这已经都起底了 这个已经定案了 东西的诱惑一诱惑二诱惑三 来 先生您好 好 这个我现在收到了一条消息叫调查 北京中岭航科新能源汽车原始股融资 骗局大起底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 通过半年的追踪采访 记者发现 这家以未来科技趋势为主打的项目 根本就是一场惊心铺设的局 该报道详尽的揭露了中岭航科半年多来的系列运作方式 记者通过和重庆 吉林 河北等地的投资者联系确定 中岭航科以同样的宣传在各地出售所谓的原始股 并统一承诺最迟2014年6月上市 但随后公司就人去楼空 在该篇报道中 记者通过大量事实佐证 明确指出 中岭航科新能源汽车所谓的发售股权 投资上市 分明就是一场非法集资的大骗局 您有没有看过这个消息啊 我给电脑上导致和任何一个东西分别报道都特别多 那就是大家就您遇到这些事情都是法院冤判了 不是冤判 他觉得就像是一个明星有绯闻是一样的 这样的负面的 这个你查看他那网址 中国中岭航科 见过在中国俩字的网站吗 您自己都做了这个域名 不是刚才那会说注册这个域名 这个是不随便注册一个国家批的 先生啊 您看啊 就是我们跟您说您不相信 我肯定不相信 对 您不相信 那也就是说 您认为现在这还能拿回来钱 是吧 这样吧 您要拿回来十万 我给你五万 你看怎么样 那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因为我这十万可不是将来十万的事 先生来 我给你承诺 一百万 您认为您能拿回来多少 我就是说我推出来 很多 很多有多少 对 你说个数 你说个数 我这个股数是多少 然后我多钱买的 原本退过都行吗 原本退你 您买了多少钱的呀 我买了十万块钱的 您刚才不是说两万赚到了十万吗 这是这么赚来赚来的又投进去了 就是他投了 他赚了 赚了又投进去 然后但是他赚的是别人的钱 并不是说爸爸自己的 他又让别人也买这个了 有些法院已经有定论的东西 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另外一个想法 但是爸爸会认为因为网上也有很多报道 是被冤案判的呀 然后还会翻案 再会上诉 还会再生诉 他有一个这样的念想 你爸爸未来的日子就是等着别人翻案了 翻一个案他挣一笔钱 翻一个案他挣一笔钱 谁翻不了 就是案翻不了他就挣不着钱 但是我要 我真的是想跟你说 你两个人要换一种态度 你俩现在这种态度呢 只能让他觉得 其实我跟你们说一说 你们还是听我的的 我的这个理论在你们这还是奏效的 你必须得让他知道 他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有多么可怕 更何况 所有的事实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传销 所有的事实 我一听就是传销 我一秒钟都没有犹豫 后来王芳赶紧阻止我 说不要随便下结论 你看接着念一念就是传销 对不对 就我这样这么笨的脑子 全全我们这六个人 我是最笨的 最蠢的 我一秒钟都知道了 你说这事你说你要让他们去分析 这还不就是半秒钟的事 但是你爸爸就得执意的想 执意的认为说他早晚一天翻过来 为什么他认为早晚一天翻过来的 是因为他根本认为翻不过来 他认为翻不过来 他才会说翻过来 因为他不能告诉你们 我当时告诉你们的这个决定是做的 因为我是爹 你是女儿 他不能输这口劲 明白了吧 王老师您说的特别对 虽然爸爸口上肯定不这么承认 但是我相信爸爸内心他也是坦词 他在煎熬嘛 他在难受嘛 我要不甘心 然后我要坚持下去 可能爸爸会有这样的思想斗争 必须得让他彻底的去难受一天 而后来慢慢的往过缓 不能让他每天这么明明自己睡不着觉 非说我昨天睡得很好 明明吃不下饭 非说是我吃了一碗又一碗 他这个就自欺其人了 就是王老师特别对啊 就是在他的心里边他不能认输 因为他如果输了这口气 就是不仅爸爸一个人 他身边很多人 就是你想想 爸爸现在他如果认输的话 相当于那么多亲戚朋友 都被他给带沟里了 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所以我真的建议 我们所有的朋友 不要为了那点小钱 然后就忽悠亲戚朋友 什么都来投资 因为当我们现在看到网络上 其实已经有了很多的这个报道 确实爸爸说的没错 在于我们看到按时间顺序 2013年的时候 确实这家公司报道要即将上市 而且有比较大的网站报道 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 2014年的7月份就已经有媒体 起底这家公司的骗局 那么现在呢 就可能情况就更加严重了 可是爸爸刚才说不相信 那我们来听听 这是这是最后一次投资 是吗 不是 后面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爸爸现在在做 就是要我们家里人不支持他 然后爸爸现在手上能动的钱 不太方便 然后他就想去哪方面做底下 所以我们才跟爸爸明白 这第五次投资是吧 好您休息一下 我们来听听爸爸怎么说 这边 来请一下先生 我估计宋老师在那观察室里快气吐血了 因为他比我们都懂啊 他是这行业专家呀 宋老师你还好吧 我已经快气炸了 都因为我 每一句话就没有是对的的地方 就是在股权这块是没有对的 一句话就没有对 好别着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请吧先生 有请 您好您好您好 各位老师好 大家好您好 欢迎先生 是水涨工出身啊 我们家长生暖气不太好 能帮我修修吗 没问题 没问题 在座的都可以免费的 真的好啊 所以您还是个好人 我帮您拿吧 放旁边哈 先生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话 你都不愿意听吧 不是不愿意听 我这个人是愿意听 那个不好的话 那我想问您 最近您想做这个 就是想抵押了房 做这个投资 是个什么投资 能介绍一下吗 公司在加拿大 你老板是中国人 这个老板是在中国 2010 国家发展委 有一个导刊 是叫什么 经济导刊 好像是四个字啊 在那边是正做了整个的一个封面人物的 叫龚小华 你可以查 他是在加拿大 有一个集团 有八大产业 他这个上市是欧24 这是欧多24 是一个生物制药 生物制药在08年 已经在法兰克福上市了 在现在一个大盘上已经挂着了 我们都看见过 这是06年发行的原始股 现在他要把那个加拿大国家电视台给收购了 收购了以后 今年要办第二件海外春丸 去年办了一次 有中国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扑萨观音 那个叫什么龙岩人 牵手观音 对 他们都已经参加了 今天还有 这电视上都有 那个新闻发布会 去年10月份的 就中国驻多伦敦大师官 那个孔零士 在这个电视台上 新闻发布会上 这跟您这个项目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是证明 这个我们这个项目是真的 老板是真的 这怎么能证明 您的老板是真的呢 现在我给您介绍一下 因为您说这个春丸 我特别了解 前不久呢 大概在四个月前呢 那么加拿大呢 一家公司就找我们 我跟王导 然后送到我们呢 去参加加拿大呢 他们的一个华人春晚 然后我问了一下呢 在加拿大当地啊 公司你只要有这个资质 谁都可以办春晚 然后呢 上春晚的人也是 所谓的华人海外春晚 其实最大的应该在美国 洛杉矶附近啊 他们因为他们的华人电视台 也特别的发达 所以您要说海外最大的华人春晚 这还真没这么一说 但是这话不是出在我口啊 是啊 所以我就告诉你 我就告诉你 就是说也有人请我 跟王文念老师呢 然后去录他们的东西 然后他们也说 我说你这个能叫这个春晚吗 他们说我们呃 这个只要是华人办的春晚 都可以叫华人春晚 嗯 那我都不请他 对 所以我要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 也就是说 其实在国外 他的很多公司都可以办这样的春晚 我是觉得 我看到了这家公司 让您收购这股权啊 他给了您 就是我看到那个 那个全英文的东西 您英文好吗 不好 那您能看懂 上面写的是什么吗 我不看它 为什么 因为这里边 呃 因为加拿大果旗 那个中间是一个枫叶是吧 嗯 呃 然后呢 呃 他有那个 像人民币可以方位的那个东西 里头那些方位的标志都有 这个怎么看呀 这个呀 是这么的 这里边有一个枫叶 你能看见吗 而且这个四周围嘛 这是盲文 在里边有一个能夹叶机的这个灯啊 能能找到这个 能看见这个黄礼金线 嗯 嗯 看着看光 看到 嗯 就是据人家说 只有银行 嗯 才能持有造纸 造票纸 出人民币 出这个币的 才有这种纸 防伪金线 哦 所以你更加坚信 这个是真的是吧 对 立场纸 那里头有这么好多防伪的标志 我都证明这个 我认为啊 它都是真的 才假不了 因为防伪标志这个东西 在中国至少有几百家公司都可以做 防伪这个技术 现在在我们很多东西上 嗯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的技术 嗯 您怎么会认为 就因为一个防伪技术 你就认为它是真的呢 那要是什么 我都不认为 那都是假的 我都什么都不做了 那让我先不说您这个真的假的 我先问您一个事情 跟您这个做人的原则 嗯 有备啊 嗯 你说 您从一开始说了 我这个人呢 就爱这个刨根问点 啊 对 求证五十 什么事呢 就爱琢磨 对 您这文件完全没看明白 您就不琢磨琢磨 不找个人给您翻译翻译 然后就好像 我相信 可能就这样的词就出来了吗 嗯 对 为什么不刨根问点的呢 这个我给谁考下 中英文的没几个 比如我把它翻译出来 这个东西 那咱们也得分析完了再做呀 您不是爱刨根问枕吗 我刨得刨得根 关键的问题是 您要往里扔钱 我知道 如果说咱就看看 消息 懂不懂得无所谓 嗯 对吧 嗯 关键是 您要把自己养老的费用 以及将来孩子 有可能需要的费用 整个要扔进去 甚至现在您提出 把房子塑底呀 要扔进去 那么 咱如果说不了解 我不清楚 我不是专家 我不懂英语 我身边没有这样的人 用这样的理由来说 嗯 是不是有点风险太大 嗯 我认为这不叫扔 我认为呀 这个 像这种几回 我认为这一人 医生当中 都不如碰见过一次两次 嗯 就是说这几回来了 我必须得抓住 您抓住的不是一次两次 您抓了五回了哈 先生 您给我一种感觉哈 嗯 我过去女儿 恐怕也有共同的感受 就是这个父亲 她是非常坚定的 相信自己的判断 而对于外界的信息 是很难推进去的 一方面可能自己绑架自己了 绑架自己的原因是 周边很多人都在跟着您走 您是一个领头羊 如果说您这个前边领头羊 您这旗子都倒了 后边怎么办 想这些事吗 嗯 我呀 想啊 因为您都把亲戚朋友 给弄进来了 对 我想 如果您倒了 您说这不行 这失败了 那您自己要躺下的话 估计那些人就直接奔您家去了 嗯 因为他们知道您家在哪里 是吧 嗯 您有一份担心 所以现在 我肯定有 您所说的这些 观点就是 必须撑着自己 告诉那所有的人们 我们不败 这东西怎么 党员别跟这说什么 只由于事实 时间来证明 时间来证明 这就是告诉别人 我不败 对 你们跟着我走 我没有任何 任何项目 我不是说 直接这个好消息 告诉你 当然不算 绝对不仓的 你如果把绝对回不了 我不败这个 你看好了 自己做决定 我认为不对 败不败 我也说不好 他自己受骗 以后拉人头 让别人也去买 然后这样子的话 万一这个 就是失败了的话 别人会不会来找他 您现在这一份 您不知道 不了解情况下 您准备投多少钱呀 这个呀 就是最多也 5万以上 10万以下 这不是这个 我说投的 这不是这个 这个想投的投不了 因为已经上市了 已经上市了 这是一家中国公司 4S店都在实行山 什么叫4S店 那是坐汽车的吗 你以为你知道 这个老板是谁吗 是谁呀 那你第一反 你查查 中国上了 今夜有票的 60年大庆上 上了今夜有票的一个人 相当棒的这么一个人 他在美国创的一个奇迹 那他为什么说 你的股票不能转让 不能卖呀 那绝对是细节 我不懂 怎么叫不能转让 不能卖 我不知道 他一上市一交易 有吗 他都开始卖了 怎么都会不卖了 我是觉着呀 先生 您不了解的事情 你老觉着 你比如说 我给你举个例子 您看看 您怎么想 有这么一个婚介公司 然后呢 他在这个婚介里边呢 挂着我的照片 然后跟人说 说这是 我们这家婚介 是跟王芳合办的 您只要参加了 我们这个公司呢 在我这登记了 你就可以上电视 什么什么的 如果人家跟你这么说 你也知道王芳是谁 你会相信他吗 不完全相信 不完全相信 对 那有照片啊 有照片 有照片 我也不相信 而且那个照片 王芳还有笑容 那您为什么不相信呀 因为这照片 你怎么说 可以作假呀 那您为什么相信他呢 这个第一个 我们相信这个的时候 第一个 公司在北京的 对不对 近数200多项专利 都在那公司 展厅里挂着呢 汽车在这 陪上一开 陪上一开 能开走吗 能开走吗 能给你吗 你查的新能源报上 都有在 在唐平做实验 见着这个汽车 它有好在哪 已经已经能源报 汽车报都登了啊 汽车报能一帮都到了 中国的目前的 全电动车 都跑130公里 哎 我给你讲个 讲个事 就是我们前几天 刚做了一个节目 嗯 跟您说的 这故事一样 确实 什么都有 这个 这个人之所以 花了那么多钱 交给人家 就是他跟着这个人 去看了所有的地方 那比你说的这个还大 嗯 那个国家领导人 照片还在那挂着呢 外国的 啊 中国的外国的全有 嗯 等他看完之后 把钱交给人家 然后他被坑了 后来说 你看这看了这么多 你咋还被坑呢 对啊 我相信他呀 问题是 这个人是领他 去这地方了 但是谁证明 这个人是 这个地方的人 我怎么认识 我跟你讲这个例子 就是让你 真的要开始思考了 你千万别 再这么晃了 您现在内心的那种紧张和恐惧 我们都能看见 我不装 不是 我特别想问你啊 嗯 您说在石井山 这个安迪大洋 这个公司在石井山 注册的吗 你们我要 其实我是华尔说不好 你别不愿意听啊 我知道 嗯 我可以这么认为啊 就是说 你们是这方面的专家 你们可能在这方面 不是 没有 我只是问你 他在注册地点 就是在石井山 是吗 我几个分析问题啊 第一个 老板是中国的 公司在中国 在北京 对对对对 汽车有 专利有 怎么他的汽车和那个 别的汽车 中领航是一回事吗 中领航和磁动力 这个技术 零限于世界五到十年 这个和这个安迪大洋 是一回事啊 安迪大洋 这个是美国一个 那个什么公司啊 这个是法人 他现在 作为我们公司的法人 就是我们中领航科的法人 开始不是他的 磁动力汽车 你觉得他是骗子呢 还是 绝对不是骗子 骗子我能买吗 据华西都市报 记者报道 中领航科展示的大部分专利证书 实际上是专利受理通知书 而展厅中展示的 被称为是第五代技术的电动汽车引擎盖里 没有普通汽车有的总控系统和水箱 发动机等 而其所谓的新能源汽车 实际上也只是盗用了某国产汽车的车架 贴上山寨的logo而已 撕开后贴的logo 记者发现原车标清晰可见 您刚才相信这个磁动力这个汽车是真的依据是什么 依据是车有 公司有 这个技术给点摆着呢 你看 来来来 等一会 等一会 车在那摆着呢 您对车了解吗 我不了解 我找别人了解的去 你找别人了解过吗 了解过呀 了解过 了解别人怎么告诉你的 怎么说 这个车是不测 但是别的技术 他都不知道了 就是呀 那你这个磁动力 你怎么知道这个磁动力是真的 这个车上用的就是磁动力 不加油 不烧水呀 不加油 不烧水 就是对呀 电力没问题呀 来 你还接着来 咱们接着来 您接着告诉我 你怎么相信这个就真的 你先拿相信的依据给我 我们来一点点讨论 专利给咱挂了 车油 不烧油不加水 车不烧油不加水 还有什么 我插一下那个石岡老师 一句话 你刚才说的什么专利 这技术专利呀 技术专利怎么描述的 那我外行从这方面 人家 然后你不知道 好 再举例 你相信的理由都是什么 相信你实实在在 读习给点话的呢 你懂汽车吗 我不懂 你不懂汽车 人家摆个汽车 说这个里面用了磁动力 你就怎么相信呢 那我是这么看一个问题 假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这个灯为什么会找 来来来这样 我给举例 我等严厉害为什么再找 我买这个灯吗 来王颖老师是个女的吧 我说王颖老师是我媳妇 你信吗 我不信 那为啥不信啊 我得看见你那结婚证啊 可以 我拿个结婚证没问题 我五分钟到外面 就给你找个结婚证来 假的 假结婚证 你怎么判断 你不是这方面建议专家 你看 来来来再跟你说 我是个男的 王颖老师是个女的 我也给你拿了一个结婚证来 然后我说她就是我媳妇 你相信吗 那我也不相信 不相信再说你的汽车 给你摆个汽车 你还不懂汽车 你也不懂什么叫辞动力 人家说这是辞动力 然后你说专利 人家也给你拿了一个专利证书 那我的结婚证有可能假的 那个专利证书有可能有问题吗 我考虑问题 不考虑那么多 不管又考虑那么多 你看 这就有问题了 完全两个例子 为什么我这个东西 你就能说是假的 您凭什么东西说 你那个就是真的 您凭什么 我都凭这迹象啊 我这迹象都有啊 查什么手续都有 然后我来给你一下结论 我给你挺到这以后 您不一定能说通 我来给你讲啊 我们前一段时间 录过一个这个诈骗的节目 后来我去查了一下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面来 对诈骗成功者分析的几条路径 我现在特别认同 第一个路径 就是打权威牌 利用了人们的公信力 您完全符合张先生 您动辄就是人民大会堂 动辄就是国家发改委 动辄就是这个能源报 汽车报 动辄就是门户网站上 什么巨大的报道 这就是利用了权威牌 利用了人们对公信力的这种痴迷 接着第二个打青青牌 利用人们对情感的重视 您看您这个过程当中做的都是 两个女儿或者是你的认识 信任你的好朋友 最后一个是利益牌 巨大的利益诱惑 三个人都去合到一块 就会上当受骗 您看你这个路径啊 跟教科书一样 你整个上当的这个路子 跟教科书一样在上当 我刚才给你举了一点反向的例子 你说这个我不认 从心理学现在 你为什么这么信吗你知道 我相信我自己 对你就相信你自己 您其实相信一个利益驱动 也是一方的 您是相信一个利益驱动 你相信你可以一夜一夜暴富 我不要求一夜暴富 就批大公义抢就行了 你问题是我就怕你最后比大伙惨 真惨了也没办法 你现在已经惨了 不是真惨了 我不认为 你钱都在别人的兜里 来你看啊 这么汇总下来 张先生您回去进去想一下 我们不一定在这说服 您回去想一下 对 我给你总结了一下 您现在信 是刚才我那个路径信的 您现在不信 只有一个依据 叫我不知道 你回去想啊 你不知道作为你 信的理由 可不可靠 这个我不能把一个人 一个东西完全 画完了以后 再进入那一根完了 我都来不及了 不你你别逃跑 不逃避啊 就现在你整个这个体系里面 您信这个东西 按照人家整个 这个这个上当受骗的心理学来讲 这个权威排 轻轻排到利益排 您按照教科书一样的利益 在这样子往下走 这是您信的理由 行 我觉得这个还挺复合 因为大家就都知道 人们的心理是这样的 您复合这条心理 您现在不信的理由 就就一个依据 我们问了这么多点 就是您不知道 您排除一个东西 不信 就因为您不知道 您就不信 你觉得这个东西可不可靠 我认为 你说这个我不知道的那东西 都是说 在我认为当中 都不是那个主要认为 他看到的事实 他认为有道理 但是我不认同 好的 好先生 那我再听您说说 你看 刚才说您比较相信的权威 是不是 那咱们想说说 法院终审判决 您不相信 您说这是冤案 对 对吧 最大冤案 那我都告诉您了 现在都说了 你那钱被人家买汽车了 买房子了 拿着你们这些老百姓的钱 去挥霍 他就是一个罪犯 你为什么要说这是冤案呢 我不那么认为 所以这个先生 这是国家权威机关 您不认为 这个先生我告诉你 我现在的感受 就是我以前 我以前没有做这个节目之前 我天天都在诅咒那些骗子 他们不得好死 对 本来人家就没钱 就要坑人家 不得好死 对 那骗子怎么会这么坏呢 我恨的是骗子 时间久了之后呢 您这样的人 在我身边出现的越来越多 我后来不恨骗子了 你知道我恨谁 恨人 你知道这个人吗 因为你让骗子 对 那么容易的骗你 骗人是吧 你说谁可恨 对 我要不是为了心疼你女儿 我今天会一句话不说 有一天你 让别人把你骗得狠狠的 让你彻底骗成一个倾家荡产 最后这对你来讲 可能才公正 否则我们这么多人 用这么苦口婆心 这么真诚的话给你讲 你连半句都听不进去 你觉得你对得起 天还是对得起地 还是对得起灯 还是对得起两个孩子呢 假如说有那么一天 像你说说的 我说别说对你 不是假如 你是肯定有那一天 我是百分之百 到不了那一步 他肯定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劝不动才会 找专家帮他劝一下 在家除了跟我们沟通这些 就沟通少了 以前我不认为爸爸有问题 您投了两万块钱 对 对吧 投了两万块钱以后 然后他说了 如果你叫更多的人 像你一样的投 我们就给你反你 那个股权也好 股票也好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吧 对 然后就给你反了八万 变成了十万 他那个投资是这样的 开始是投一万 真金白银 您拿了两万 对吧 对 现在您的账户上是十万 可以这么少 是这样吧 对 那么就多了八万 对 他为什么会给您多八万呢 因为那时候开始 一万个子给两万 两万是四万 对 那您那六万怎么来的 另外就是说 国家给的这个劳务费 国家给的劳务费 不是公司给的 公司给的 劳务费您干什么了 你把这好的消息告诉人家 分享别人了 别人加入了 不就是这点吗 好 那您分享了多少人 就您分享了多少人 您又挣了六万块钱 对 您分享了多少人 十几个人吧 好了 分享了十几个人 也就是二三十万了 对吧 他们也是两万 一个人两万 他们都比我多 还比您多 就三四十万 最多的是十五六万吧 十五六万 就一共的 就是您帮助这家公司 创到了多少的营业额 给了您提了六万块钱 将近不到五十万吧 好 那我们就说五十万啊 这您就是五十万的真金白银 给您提了六万块钱 是吧 那如果说说 我们不提成 您还会让他们来吗 也会 这个机会 不要让他们错过 如果他们再找别人 他们还能拿到佣金 是吗 对啊 你跟他们传达了吗 讲课了吗 跟他们说 不用我讲 公司 你把人叫去 公司就讲了 那他们又 就你这条线上啊 一共有了多少钱 您这趟线上 您拉了多少人进来 然后 多少人又拉了多少人 不金字塔吗 不多 我这下边 因为我不赞成他们那个什么 他们自己愿意入几个都入几个 他们是不是又带人进来了呢 嗯 基本上没有 哎 那我想知道 您这挣钱了吗 他们挣钱了吗 这等着上市交易啊 都 网上都说是骗局了 还上市交什么易啊 不可能 永远都不可能 先生 我是真觉得啊 您知道刚才我在听 听你在讲话的时候 我后脖梗子开始冒凉气 为什么冒凉气呢 我刚开始认为啊 你这是一种投资失败 后来发现呢 你这是一种赌博 后来我发现 你赌的不是钱 现在在赌命 这不是闹着玩的 先生 不是 您刚才那一步一步的行为啊 这走向深渊 您懂不懂 先生 因为刚才您所出的 这一步一步的这种做法 我们还正常来说啊 因为这个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是做生意的 我们家里人 除了我以外 也有人做生意 然后呢 本身我作为律师 我也服务很多的企业 我没有听说过一个企业 用您这样的一种 融资的方式来扩大企业 而且我也明确的告诉你 如果有哪个企业 用刚才您这样的方式 去融资上市 我现在就可以给他定性 他现在已经涉嫌 非法融资了 您知道吗 因为作为一个企业的经营 你可以正常的 向金融机构去借贷 如果刚才我选用 这样的一个方式 说您引荐一个人 我就给你提议比成 而且这个提议比例非常的高 我问你什么样的行业 还没有做什么事呢 他就预测到自己未来 有这么高的营业收入吗 我跟您这样讲 先生您知不知道 现在传统行业的 收益率是多少啊 是少 是少 我问你 您知道您干那个 就您那个水暖工 挣钱容易吗 不容易 不容易 我告诉你企业经营 也一样不容易 没有企业 白白的我拿到你钱逛 先给你一大笔 那肯定是 我查案率是一句话 那个 兄弟我不知道你是比我大还是小 我要告诉你 我五九年的 其实 咱俩 咱俩同岁 其实我要告诉你 一个重要的事情 现在不是我们拯救 你要不要去投资 可怜的两个孩子 着急的事 现在我们要明确的告诉你 你正在做一个 走向犯罪的道路的事情 你正在往犯罪的道路上 大踏步的迈进 你很可能下一次 我们再采访你是在监狱 小棍里头采访你了 别这么判 什么不叫判 你现在干的就是这事 你把别人的钱弄来 最后跟着你一块上当受骗 这不是坑人 这是什么 上当不到当 放手不判 上当受骗 不是你说了算 对 我的天哪 我想问一下 女儿一直在现场在听 父亲在之前跟你爸这些事讲过吗 就像今天这样 他去讲 我投了两万 然后又把别人拉进来了 别人投了五十万 于是乎 那个人给了我八万 所以我两文块钱就成了十万 这些跟你们讲过吗 也提到过 像今天讲的这么细吗 那些朋友也都知道他的这些 他们是爸爸吧 那你们什么感觉 反正就是特别不认同他这些 仅仅是不认同 也不希望他就就他的圈子里 现在我感觉他的圈子里都是这些人 就整个他进入这个圈子了 所以他的大脑就完全被这些信息所包围 然后自己就出不来了 无论专家老师和主持人在节目现场如何求证 张先生都执拗地坚持自己所有的投资都没有任何问题 又气又急的王维念老师 无奈之下决定临时到休息室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 王老师这个人是特别偏执 不是偏执 就是说他自私到了 只考虑自己 只考虑自己 他想把这些东西他挽回 但是他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个 他内心比谁都清楚 推一下大女儿的话 你好 你好主持人 你会不会觉得很生气 我更多的是伤心 因为爸爸现在就是这个现状 我现在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爸爸 我们之前所投的那些都无所谓 只需要爸爸此刻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你说的特别对 我想问你一下 最初的投资 你是怎么认识这样的一个圈子的 开始我们是 我们是做那个健康行业 然后那个 就是待会儿开会儿 认识好多人是吧 在哪开会啊 你比如说我最开始 我是做的健康行业 健康行业 在国贸大厦里边 三层 你会一 参加会以后吧 就互相就留电话呀什么的 都认识好多人吧 后来就有什么事 就说哎 哪有个好事 咱们去聊一聊 我恋人就是不拒绝信息啊 不患好坏 你比较热情 对 我只要今天没事 我得去 嗯 去了以后一听这个事 但是我怎么这么坚定我自己 我都是包括我现在加入的 不跟你不加入的 我听到那都多了 是吧 嗯 到目前我自己给我自己定性 我自己给我自己耗分 就是说 我从这个翻译上 我脚肉我还是 还还行 就其他那些东西 我这个更不行 没半年都完了 嗯 当然了 这个说实在 这并不怪他 我们太多的 这个公司 以合法的名义 在做着违法事情 而这些 愿意跟他们一起 做违法事情的人 执迷不顾 一股脑的往往往走 走到黑 两个女儿 他一怕把他接气 两个女儿实际上也在冲着他 他们早就应该把这些 把这些东西调出来之后 就告给公安局的人 说我的父亲 正在做犯罪的事 他不是你自己啊 你带着别人来 做这个事情 对不对 他坑害的是别人 其实他心情还好怎么办 他现在为什么嘴硬了 他比谁都清楚 专家人难了 专家人快气疯了 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 您认识了一些人 对吗 认识了一些人之后 然后他们给你推荐这些项目 您老伴支持您投资吗 开始不支持 后来我都说服他呗 现在老伴还支持吗 现在 开始也不支持 不是我现在说的 他说 不管你干什么怎么着 孩子都不支持 我都认为他们都是用一个 狭广的目光 看这个社会 景气是 内独狭爱 发展 对不是 烛光分析问题 偏本地认识一些东西 哥哥也不支持 爸爸说服了 妈妈 妈妈也是支持的 但是钱没有回来 妈妈也不支持 那我能不能理解为 您觉得我们这个专家 说的也有些问题 我不能说专家 说的有问题 但是 怎么说呢 我怎么说 那我想问您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咱们那第一个 玉名那个呢 我们不能说是诈骗 玉名那个算你们投资失败 您认同吗 认同 第二个交友网站那个呢 现在我们没有做调查 不敢说 第三个呢 养老这个项目 我们已经有这个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中审 传销 传销 非法传销 然后他把您的钱都花了 然后您依然认为 这事 您的钱还有可能回来 因为这个在法庭上 这个法庭 法官问过这个老板 说现在要是把你什么 你能还这些人民钱 说你放心 我打过卖钱 要还 那你这还了吗 还不放钱 现在这个资金还没结动呢 他这样的形式拿到了十点九个亿 当案发的时候 他的账户里冻结的时候 才有两点多个亿 他拿什么还 人家卖房子 卖车 什么房子能卖出十个亿来 那不是这 然后我借锅 我借 打过卖钱 我也还 那就是 来 咱们大家怎么说 现在就假设 他砸锅卖铁 卖房子卖地 他连他自己都卖了 还了你这个钱 你认为他之前是不是骗你了 你就这个项目是不是假的 不是假的 但他砸锅卖铁 就是他没钱给你啊 如果现在砸锅卖铁 我去借 是吧 可能我用各种手段 我拿到了钱 我还给了你 这种手段 你还不认为他是骗 绝对 这个时候 他只能法律上认证 他是什么 您知道吗 叫退赃和积极赔偿 那他之前 如果这个项目是真的的话 他根本要卖铁 他说我不懂 这是人家 我不懂 我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传得懂了 不可能 您的语言是 我不懂 我不懂 因为我那么激动 我肯定不懂 那我们告诉你 现在懂了吗 现在告诉您 再跟您谈论事 我这么跟您说一个事实吧 就您那个中岭恒科呀 首先他在几个省里面 最早在西安 吉林 广西 北海 四川 四川 他已经被什么呀 已经跑了这家公司 他们在那边 跟您这一样 写的楼没了 他就租两个月 几万几万 而且他说什么呀 他说我是六月三十号 就截止了 我们这个 这个就马上上市就截止了 所以很多人要在这个十二点之前 就要马上把钱交了 现在那块都没了 又跑到您这来了 您这估计也差不多 您是几个几号就不许再投了 肯定有时间点 四月三十 对 四月三十号 你看 您到北京来了 变成四月三十号 一点一个月 对 您要抢在这钱头 把钱弄进去 如果可就来不及了 是这意思吗 但是 我跟你说先生 要投还来的 但是 我都过两千 跑了一千 现在有好多人想要投 我问一下 不行了 谁想投啊 您给我找出来一个 我能 不是 那您也投不了了 是吗 现在 我投不了 先生 你也投不了了 如果要是能投的话 您还想投吗 我有钱都投 有钱还投 好 来来来 请一下我们的记者 那记者呢 为了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呢 专门去做了详细的调查 为了让这位先生 怕我们不相信 还带着我们的记者 到了上线 就他的上线 某位大姐家里 然后听这位大姐是怎么讲的 你赚过钱吗 你问问他 我问他这个问题 他说目前也都是属于 已经上市 然后等待的 这样一个界隙 也就问了 一分钱没转过 就是说我问他这些依据 他提到的这些视频 这些资料 然后我让他对着电脑给我找 我发现就是说 他加了一个KQ号 从KQ号的 就是相当于咱们写的一篇日志 都是这种东西 然后给我提供的视频呢 就是从网上随便 没有来源的 对 从网上就可以找得到的这种 他给您的视频 也就是这视频 因为我们跟大家讲了 我们真正要相信什么呢 要相信 这个国家的一些报道 包括是人民网 清华网 甚至包括一些大的 门户网站都可以 中央电视台广播的 算是真的吗 中央电视台要看 它是什么节目 四频道 国际频道 播什么了 这不是中美航科 你要说什么都是诈骗 国家提倡的 新闻也是专上了 先生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告诉你 这个您现在有一个误差在于哪 你说 现在我说 我以我的名义 我说啊 我准备带领全国老百姓 走向致富逐入 我们一定要发财 您说国家提不提倡 提不提倡 那不知道 我带领大家发财不提倡了 大家愿不愿意 愿意 现在中央电视台报道 或许是个好人 我这个没没法吧 我这口号没没法吧 私底下跟你说了 这个致富的这事了 明天啊 我丁准一下银行 这不通咱中国人的 这通外国人 我带你支付 咱俩一块去吧 把银行给抢了 咱俩都支付了 违法吗 违法 支付不违法 我下方用那个手段 违法了 你明白了吗 是啊 你抢银行不发法吗 对 那他诈骗你们不违法呀 非法机资不违法呀 非法传销不违法呀 赵先生 明白了吗 口号是合法的 用那个下三代的手段是违法的 我咨询你一句 我咨询你一句 您咨询 荣资的这个 一个叫公募给私募是吧 对 好 我一听这个就头疼 为什么 现在很多的不法之徒 对 就开始用这种 有真私募 但是这个不法私募呢 用这样的一个大帽子 这样的一个名词 来凑你们 让你们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 我这是私募 您知道有多少打着私募的人 最终一字大变 就进去了吗 知道 对 好 那您接着问 就是说 这个融资必须由 叫什么 批语牌照 是吧 你接着问 有论这个以后 是不是合法的 先生 我告诉你 您现在误区在于哪 您懂不懂 有一种违法 叫着 批着合法的外衣 做着违法的购 我知道 这个您懂吗 对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不是说所有的拿着牌照 当然说前期条件 怎么样才是完全合法 拿着合法的资质 做合法的事情 才是合法 拿着合法的资质 做违法的事情 依然是违法 好 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记者 当您跟他交流之后 其实他根本没有讲明白 这家公司是怎么回事 对吗 他没有讲明白 然后我接着问他的时候 他说他有很多的依据 那我说那你给我 拿一个你的依据 他说好的 这段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由加拿大国家电视台 打造的海外春晚 自推出以来 一直备受好评 这场北美规模最大的 春节联欢晚会 究竟会有哪些明星加盟 也是媒体和观众 所关注的焦点话题 我们全力支持加拿大国家电视台 举办的海外春晚 据我所知 今年已经是加拿大国家电视台 举办第二季 第二季海外春晚了 这个就是 就是说 咱们这位女士给我提供的 他所谓的就是说 一些有证据的一些信息 他就说 你看这是名人吧 这是活动吧 但是我问他 我说 这给你的这些 就是说你所谓的这个 融资生物制药的 这个O24有什么联系吗 对龚小华 他说 你看这名人都存在 然后这企业 这肯定也是 都上过电视的 这绝对是真的 我刚才从头到尾看这个电视 我没看到 跟什么企业有关系 我使劲用眼睛盯着 我就把两个眼珠子 就盯出来了 我也没看到 哪个是那个龚小华呀 就这个 讲话那个 讲话的那男的是吧 那我来告诉你 这个视频怎么做 他讲话的那个男的 是他在一个发布会的现场 对不对 好 那我告诉你 可以怎么做 我们作为电视台的人 有电视台播了 中央电视台 春节联欢晚会 杨棉 我们请了哪些哪些明星 我把这条新闻拿下来 拿下来以后 靠屏下来以后 我开一发布会 我非常支持 春节联欢晚会 这个项目 我们公司特别特别的支持 我们希望他圆满成功 我把这个画面录下来 跟刚才那新闻一合 就是你这情况 这多简单呀 那他有必要骗你吗 有必要来赚钱呀 如果没有这些名人 名人是不骗人的 我认为 不是 他是名人吗 我不知道他放上过 法改委那个大餐 那个层面人文 非常气愤 就是说用这样的方式 进行这种非法的 这种股权的融资 你投资那项目 跟人家有关系吗 他是主 他是老板呀 他是哪的老板 哪个公司老板 你的钱给他了吗 最后也是给他呀 你怎么知道最后给他呢 那你说 我现在你给我一笔钱 我绝对民签 捐助国家去了 捐助我希望工程 你给了我就行了 你别管我花哪了 可以吗 那我不能说 把这个钱我给我 以至于我送到老板 跟着钱一起 我这什么 那你怎么证明 你的钱就投给人家了 过两天以后 我网上都可以看到我的消息 在前期采访时 张先生上线的这位女士 告诉我们 打开法兰克福证交所的网站 就可以看到大盘走势 他们所购买的这只股票 已经进入主板 但还没有交易 同时 这只股票的走势 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他和张先生所购买 024国际生物制药 有自己对应的股票代码 同时 女士手中所持有的一张股权书 也可以证明 这是一支 面对全球发售的股票 一点都不假 那么事实真的像 这位女士讲述的那样吗 你确认他上的是这个法兰克福的这大盘吗 这个我没办法确认 你也不懂 对不对 对 也就是说 你不敢肯定他上的是不是法兰克福的交易所 对 但是我看上去不太像法兰克福的交易所 为什么啊 因为你想想 哪一个交易所会你随时上去 就把这一只股票挂到前面呢 这怎么可能呢 一个交易所 我们在中国起码是炒股的 一个交易所上得有多少动态信息 他怎么可能你随时上去 他就在上面呆着呢 好我来说那个阿里巴巴吧 阿里巴巴给纳斯达克上市 对不对 好吧 那您能保证 每一次我打开纳斯达克的这个股市的时候 阿里巴巴就挂在上头第一排吗 这不是第一排 我又认为他不是第一排啊 是因为他 是页面上就有吗 他是打开这个界面 他已经上市了 你怎么可能他在法兰克福的这个交易所的 这个大盘中主页上给你挂一条 老挂着 您觉得可能吗 不是老 你打开这些法兰克福的大片 就是说你这没交易的挂着不动 你要交易以后你打开那个线 好那我告诉你 全世界有多少公司在交易不动的时候 那都应该挂着 对吧 都应该挂着 那怎么就老挂着你们这一条呢 不是老挂着我们这一条 他打开这个页 正好我们的记者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呢 你谁也可以看到啊 看到这儿我觉得我特别的气愤 然后我觉得特别想就是直接上场就是来告诉我们的当事人 你错在什么地方 这个你受了什么样的骗术的诱惑 正常的这个股票的交易和上市应该是怎么样的 我也我也想过 我想过这个问题 我也说这是不是一个什么软件弄上去的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到这个曲线呢 这个大盘的曲线它是在动的 嘿 很有事 这个大哥 你给我200块钱 我给你做一条动的曲线 我这个 那就是说这个也可以做假的 当然了 那当然了 那我不懂 对啊 你又不懂 你看 是刚好说的 你反正你不想听的话 你都说你不懂 好 您在调查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姑娘 就是我还多次问我先生 他说通网上都能查到他的个人信息 就不光是这家公司 他投资的 还有之前他说都能找到信息 我两万块钱就本钱 最后我还是两万块钱 我白落得有点无票 嗯 你手里也有两万块钱 对 因为是孩子给我的装修钱 我拿着干这个了 最后你停的时候 我必须手里就保持两万块钱 请问成庆银行是哪家银行啊 不知道 就您不愿意回答的事 都叫不知道 现在您应该几个一次 他这个不能说是重新银行 这么写的重新银行 是啊 嗯 那也不知道 但是我这小子在上面 是我能拿出来 就是这个钱 您可以拿出来随时 那您拿出来不得了吗 现在早已经早已经过时了 这个一年了 不你现在还能拿得出来吗 现在拿就是说啊 我现在这公司去 所以家人儿育反对 我都拿着 我退了这个得了 那老板子给你退 这家公司有吗 有啊 你去了给你退是吧 我没有退 是我旁边别人退我看见了 那你赶紧拿退出来吧 哎 你能给我提供一个人 退出来的钱的电话吗 我打个电话问一下 一个 就是一个就行 有一个从他们公司退出钱来的 你给我一个电话 有 我现在我有他们的号码吗 不想 无论爸爸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就算是错的 我们都认 就希望爸爸不要再做了 我是看见人家退了 说这是啊 我是现场看人家退了 你认识吗这个人 认 外地的 拖 我告诉你 拖 给我一个他们的联系电话 我跟他联系一下 就是这家公司的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不知道 你给你老板电话在这边 啊 老板 这单位地址在哪啊 啊 嗯 单位地址在哪里 给你4 4 4 哎呀 我看啊 4 电可以 给我一个电的电话 我可以打个电话 我跟他说一下 嗯 我可以这么说啊 这个中领航科这个 要是说根据你们的观点 要是假的 我认为就是这个世界上 没有真的东西了 我们要证明这个是假的了 您下边这个项目还认识 他跟他肯定不如玩 那海外投资不投了 对 好 那您给我一个 这个中领航科的电话吧 来 通过主持人和专家老师的反复求证 张先生的态度终于有所松动 并明确表示 如果栏目组能在节目现场证明 他投资的中领航科新能源汽车项目 是有问题的 那么他今后就再也不参与任何投资项目 为了求证这个新能源汽车项目 到底是真是假 主持人现场连线张先生提供的 中领航科集团负责人的电话 结果会怎样呢 大女儿你好 我以您跟妹妹的名义给这家中领航科打个电话 问问这钱能不能退出来 可以 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 好 为了见证这个时刻 张先生的大女儿也再次回到节目现场 陪父亲一起面对这一切 与此同时 还在休息室的王岛看到场上发生的一切 又气又急 到底该怎样去劝服这个执迷不悟的父亲 这对王岛来说也是个不小的难题 明知道这就是个骗局 这就是就是就是骗局 他还要硬撑 他给骗子提供了非常简单的便利 上来就弄住你 不光弄住你 你还得替我去骗 实际上他们是一个团伙 理论上他充当了骗子的一部分 他不去拉来那些人 那些人怎么上到证面 给我一点时间 我稍微调整一下 因为我是一个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人 我稍微调整一下 爸爸现在说呀 说如果我能证明这家公司是不正规的 那下一个肯定不同 消掉的就是这个结果 好 那我来试试好不好 可以 183 这是谁的电话 总市长 这个这个中领航科研究院院长的电话 什么研究院 北京中领航科研究院 新能院研究院长 1183是吧 183 113 你给他打过电话吗 打过 113 183 113 16 541 你问他是张少君没有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网上搜一下他的办公室电话吧 前两天我也打了 这公司还是 公司 还是研究院 研究院 对 就这个460 是电话吗 因为我不知道 460 我不知道 反正有车是 第三机股票 对对对 就是他 他说是这个 你好 欢迎去见北京中领集团 客服部请爱一 进手 直到镇临结束 中领集团的总部电话 一直无人接听 主持人第三次拨打的在中领航科官方网站上显示的董事长电话 喂 你好 你好 请问是你们是中领航科的吧 你好 你好 您什么事 是这样的 我爸爸呢 在你们那里交了那个十万块钱呀 现在那个我们 他说你能退 我们现在想退了 去哪联系谁呀 我不是中领航科 我一本身是客户 他给我们就是这个电话 您不是中领航空新能源研究院吗 不是 我不是 我一个中领航科的客户 你也是他们的客户是吗 对 现在是这样的 我爸爸说现在有人能退这个钱了 你想退吗 我不知道 我们就能发股权了 你们变成股权的了 但是我现在看到网上呢 有很多说这个是诈骗了 所以我们准备一块去退这个钱 有些渠道 您准备退吗 还是准备就等这股了 我我们没有 我做的那个 我做的产品 你中领航科不远 也就是您觉得没问题是吧 应该没问题吧 我们现在公司还在哪 前两天 他们还学习拿股权真的呢 但是这个公司并没有上市 去哪拿股权去啊 就是8月份上市吧 8月份上市 因为我看到那个网上报答 我查了很多啊 说在2012年 他们就说要上市 然后后来我说13年 要上市 然后又说14年 现在已经2015年了 你觉得我们还能相信他们吗 呃 这个我也不能正确的回答你 但是 所需的国家的经济形势看来 就是应该能上市 就是国家的法治观念比较借钱 我认为现在它诈骗 不太可能 好 那我是这么想的 我刚刚在网上一搜啊 怎么就把您的电话给打上去了呀 因为我一搜 这个这家公司 直接就打的是您的电话 您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吗 我不是 我也是客户啊 我 我已经在网上做过广告 所以留下我的电话 现在 我不是公司 但是我家住 你这个公司啊 不远就三岁的地 哦 明白了 所以先生 现在会不会很多人 给你打电话问这事啊 刚才打电话啥了 你刚开始的时候 给我打电话很多 哦 您就从这里边赚了不少钱吧 没赚多少钱 那个人家有打电话 就是为你 他也不可能会钱了 就咨询呗 哦 咨询呗 我明白了 你在什么地方呢 哦 我在这个城区里 六里桥这边 都是北京市 我就在仓品啊 是吧 那你要是觉得这事靠谱 那我再投点呗 您觉得呢 现在 现在没有投资 没有投资数了 现在就是 原来投资的 换 换股权证了 哦 已经股权证了是吧 股权证 你也投了吗 我次啊 我爸买了十万呢 那你也没有换股权证啊 股权证换了 股权证换了 换了 但是我们找了一专家 人家说那没用啊 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 呃 又做一个项目了 又做一个什么项目啊 两天一夜 少月三十一号 过五月 那不发了个文件 往那查得到 这是呃 开则优先果 呃 优先果实践 你没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 这个我能赚钱吗 这个赚钱 就是呃 比中立行口更好一下不 哦 那我这投资多少钱就能赚钱呀 就是呃 现在 估计还有几个月 今年就要上市了 它又做了两年了 哦 运作两年就要上市了 这公司叫啥名啊 呃 优先果 就是 国家建筑委发了个文件 7月3月21日公布的 优先果实践管理办法 哦 呃 当时我们 9月3月1日做的 我都赚了不少钱了 您赚钱了 您9000 我赚了几十万了 那我们回去想想 如果我们要是需要的话 我们跟您联系 就这个电话是吧 好 你的微信号发过来 我发给你我的微信号 好 那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那我一会儿跟您微信联系吧 好不 好吧 好了 谢谢啊 拜拜 哎呀妈 这就是我坚定不坚定 我又被弄进去投资了 最关键的是 先生 我们在网上搜到这个电话 这是我们在网上搜的 您给那电话 根本打不通 没就已经关机了 然后呢 在网上的这个电话呢 就这个400的电话 没有人接 大家也看到了 然后我们在网上搜到这一条呢 合着他是当年 想拉更多的人头进去 但他自己现在已经不做这个了 而且这么多 他手下这么多人做 他说现在一个都没有听说 有人把钱退出来 您怎么就能听说有人把钱退出来 我亲眼看见的 对 那我就觉着吧 这个确实有可能有这些其他的问题 但也没关系啊 就您现在说只要证明这家公司不够规范 或者什么 您就不投下一个了 对不对 那可不 好 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一名金融专家 姑娘你先去休息一下 好不好 到观察室啊 来掌声有请 金融专家宋美明老师 宋老师 我觉得我今天这设计特别好 把你放的 请到王老师 你把我藏在后面 然后看了好久好久 这个节目 使得我非常的 气愤啊 要不您坐这吧 这个给您介绍一下 好 这小宋啊 他是理财方面和精神方面专家 我们做了大量的节目 虽然对张先生执拗的态度 又着急又生气 王维联老师 还是希望能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 把这个踏上迷途的老父亲 拉回正轨 调整好状态后 王导也再次回到了录制现场 我想问一下小宋啊 现在呢有一个口 就是说这叔叔说 只要你能证明 他前面那磁动力那事 不太靠谱 那么他就觉得后面 这些都不靠谱了 好 我们一件件来说 你说你拿的这些东西 都是什么资料 就是编导发给我的一些 关于中领航客的一些资料 其实我昨天晚上 然后非常晚睡 看了一些资料以后 其实我本身是一个很容易失眠的人 看完这之后 到三年我也没有说要叫 为什么呢 就是您说这家中领航客要上市 对吧 他给了你一张这个香港的股权代持证 给了这样一个东西 好 我们先不说这家公司能不能上市成功 咱先看这张代持证 香港的一家代持证 而且呢 这张你没有发现 一个香港公司给一个带五角金的证 有没有觉得有点问题 对吧 现在所有的公张 下面都应该有一圈组织机构代码证 这个小号在底下 对吧 这个张不管是香港的也好 内地也好 都是不正确的 首先就股权代持证 这个张也不对啊 第二个问题 我们再说一个什么东西呢 在我们内地范围之内啊 股权代持这件事情 惠莫如深 什么意思 如果某一个人代持了别人的股份 或者你的股份请别人代持 这都是不能放在明庙上说的事情 他竟然给您发了一张代持证 嗯 理论上你这这个股权持有人就应该是在工商 备案登记的啊 不应该是说我帮人持有 只有很多的纠纷存在啊 所以说有这样的代持证存在 明显就是一个不规范的行为 这第一个我要说的这个正是不规范的啊 第二我再说一个事情 我们不知道您现在投的项目 全部都只有一个退出渠道啊 这个退出渠道叫做上市 对 嗯 好 请问您什么是上市 嗯 什么上市就是一个项目 他要像把他那个这个什么 客大啊 没有资金 就是想把他推向市场 利用传球或者传国的资金来 把他搞上大 我是这么认为 好 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您知道什么样的公司可以上市 您认为这中领航客有资格去上市吗 我肯定认为他能是有资格上市 为什么 因为现在已经上市了 您啊 上市有几个基本条件 条件非常多 我告诉你一个刚性的条件 第一 这公司必须成立三年以上 嗯 您知道这家中领航客 我昨天晚上通过北京市的 写信用信息网查过啊 嗯 这家公司一三年成立 嗯 就是说连存续期都不到 连上市的申请资质都没有 上哪门子是 第二条 一个公司如果要上市 必须要进行股份之改造 把有限责任公司变成股份有限公司 您现在这中领航客对不起 有限责任公司 您连上市的主体资质都没有 咱们的律师可能更熟悉一些 股份有限和有限责任差大发了 您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 怎么可能上市 张先生是不是想回应那仨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张先生是不是觉得一头雾水了 好 别了解啊 我的感受就是 无论爸爸做的事 对的还是错的 就算是错的 我们都认 就希望爸爸不要再做了 那你现在认为它是对的是错的 我本身也没有认为它是对的 接下来 除了这张香港的领航证之外 您剩下持有的其他这种类似的领 这个所谓的股权证啊 我们先不说这家公司 这种类似的股权证 这种类似的股权证 真也好 假也好 没有任何意义 这张纸可以印 真实的也可以印 为什么 这张纸仅代表着你是某一个海外公司的股东 即使它是真实的 它跟上不上市没有任何关系 第二 这个股东证 它是否是真实的 必须要看您的这个股份 在那个国家的工商登记系统里面 有没有登记和备案 您去过那个国家签署过相应的文件吗 那个肯定没 我不知道 您又不知道了 肯定 所以您这个股权证 不管它写对也好 写真也好 写假也好 有什么什么防伪线 防伪标识也好 跟它是不是真实的 没有什么关系 您如果说 举个例子 咱们中国所有的股东 都需要去工商局 对吧 亲自去签字登记被案 您才是这家公司的股东 所以您说这中颖航科 您去当地的工商所去登记过了吗 您成为他股东了吗 这个是在中国是吗 内地啊 就在北京 这是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政策 咱不懂 全球都要求 就是说中国地区是这样子 国外的话 即使说我签授权书可以 如果他们是一个纯契约式的社会 签授权书可以 没问题 那你当这个国家的这个工商登记系统里 应该也能查得到您的信息 这家公司在工商系统里面 我可以看得到的 目前能够看得到的 除了这个中颖航科之外 还成立的什么什么股权什么公司等等啊 这些里面全都是13年刚成立的 嗯 刚成立的没有任何的说可以向外发售股份的资质 也就是说 首先啊 在网上看到了2013年年底 他们这家公司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说我们准备上市了 那么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小宋给出的这些我们查到的资质 是2013年注册的 那么也就当年他就说他要上市了 哪一家公司敢在成立的当年就敢说要上市了 您不就主要做这个商业纠纷的吗 宋伟明咱们的专家已经说得非常的全了 嗯 他们可能啊 比如说在蒙骗您的时候呢 会选用其他的方式 比如我要在这个国外的证券交易所进行上市 那么我们不排除有一些国家的证券交易所呢 上市的时候呢 对于企业的经营年限的可能要求不太一样 有些国家就三年 有的五年 有的可能一年 有的可能你当年 有可能你当年你要可以上市 但是刚才孙老师已经说的有一点非常的重要 无论你在哪个国家 上市首先得是股份有限公司 嗯 这个是必须的啊 必须是要进行企业改制 或者你成立支出 你可以成立股份有限公司 否则的话 你这公司是不可能上市交易 您现在这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 对 那是不可能完成的 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 刚才您说了 如果说作为有限责任公司 那么人家可能作为企业来讲 我要用股权形式 就是在我改制之前融资 那么有没有这样的企业 进行这样的方式融资呢 有 那比如说我现在想改制 我缺一笔资金 改制缺资金 那好 我把股权出售给你 按照一价比我卖给你 比如我一股 我现在13块钱一股卖给你 他这样溢价多少倍以后 但是有一点他卖给我 假设我要买 去工商局给我登记备案吧 那么当然说咱们国家 叫做工商行政管理局 那国外可能不叫工商局 但是他也叫公司登记机关 对吧 叫公司登记机关吧 你起码你得登记上我的名字 我花了钱了 我买了你的股了 你甭管你改制没改制 你上市不上市 你先登上我的名吧 我花钱和着我扔在那 就获了这么一张 您刚才说有防尾 自然您给了我这一张纸以后 我在那盯了五分钟 对着大灯找 我就没找到那防尾 是吗 所以说这样的一张纸 在哪 在那防尾在哪呢 我教你吗 您告诉我 那防尾在哪 我这没找到水银线 这个彩样看见了吗 这是印刷 这是印刷 这不叫防尾 或许它本身就是尾的 这起码有个暗门吧 是吧 有个暗门 我用我用握着文档 都给你做个暗门 来 我看这个 这个这个 放这 放这 紫外线了啊 哪呢 我就看着您的紫光了 你能摄进线吗 哪有 那是反光 你拿张人民币 我给你比一下 告诉你什么叫防尾 拿来来 拿一张一百块钱 是 我知道有那个 所以说您 您说您说您这防尾 这叫防尾 看到了吗 一百样的 看到吗 这叫防尾 这叫水银线 你看 那您这照什么呢 好 我觉得这么照 这么照 我人民币比您的还薄的 我也这么照 有没有阴线里 有那反光的线里 反光线 还没 别着急 您这还有一些补充 对不对 更重要的是 对对对 张先生我再跟您说一点 这是一个企业 如果要上市 它的股东 我看到您的资料里写的是 由于这个企业要上市的时候 好像您的资料里写的是缺很多散股是吧 所以他要容易负负资要上市 是有这些内容吧 有的是 这个不是 OK 根据我们先说我们国家的这个证券法规定 一个公司股份制有限公司 如果改造完成要上市的时候 它的股东不可以也绝对不能够超过两百人 就不管它是十亿几十亿的企业上百亿的企业 都不能超过两百人的股东 所以他绝对没有可能去吸纳五万十万的小投资人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和霍利师我们做的 比如说股权类的 ProIPO类的项目 每一个投资人没有低于三千万份额的 即使是个人 不能低于三千万份额 您如果投个五万十万 他得多少个人能凑够上市的时候 那几十亿的份额 关键这个他那个钱打去的时候 是用什么名头打的 对这个咱们主持人特别有经验 就是说这个打进去的账户 咱们这个张先生打进去的账户 竟然是个人的卡 您把这钱打给谁了 个人卡 一个即使是一个正规的公司 我要吸纳你的股权 假设咱先生不说合不合规 您进行股权投资打个人卡 这怎么着也叫不合规对吧 这叫违法吧 我打给他 他该往上打 因为我那时候假如说 这股权是谁的 你听我说 你说你是我老师 你是他上面的是吧 我也我不认识你 我把钱打给你我也不放心 我打给你了 瞎事真坏了 我不吵你腰 好先生那我告诉您啊 这个呢也许将来法律上 也许能走得通 他真的有可能 但是我告诉你 任何一家公司 如果做一些投资融资 打给个人账户 也不是不可以 而是这个个人 这个个人必须是股东 是这意思吗 但是 但是你就还真有点希望啊 先生 有希望 来霍律师 这个不是 现在你别着急给他这个希望 因为你着急要不要这个钱 你想不想 现在他的态度是 我根本就不想要这钱 我是要等着将来挣大钱的 是 你是吧 张先生的态度不由让人怀疑 莫非张先生拥有着丰厚的家底 即便被人骗走几万几十万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其实 在前期采访的过程中 我们了解到 张先生实际生活中的状态 完全不像他在节目现场所表现的那样 但省吃减用的同时 另一方面 张先生却频频移至千金 它是一个单是两千欧元 就是人民币是一万五千五 那你买了多少呀 买了四个 花了将近八万呢 对 这个总共投资十万吧 你还是想买是吗 对 那你采取怎么样的措施呢 办法 没办法的贷款 办自己的放产做低价子 希望就是 孩子理解我支持我 最好也不能阻挡我 不能阻挡我 别的说别挡着我的财源 霍律师呢 是准备给你往回要钱了 着急的往回要吗 不着急吧 不着急要的话 霍律师就千万别告诉他 怎么要这个钱 所以说先生 我跟你讲 您现在对于整个的资本市场 是完全不了解 什么叫做股权融资 什么叫做企业债券融资 上市融资 可能您完全都不懂 什么情况下 您才能个人打给个人 说这公司啊 我是股东 您要买我的股权 咱俩交易 我卖给你多少股 咱俩商量好价格 你把钱打给我 那我现在问您了 刚才那位女士 那是您的上线 她是股东吗 是啊 她是这公司的股东了 登记了吗 工商登记有 我换句话来讲 您现在是这公司的股东吗 小股东呢 小股东 我买您的股权可不可以 你买我的 我买你的 怎么算我的呀 我现在就问你 你是不是公司的股东 你不是要完成这个交易吗 我来给你举个例子 嗯 你是不是公司的股东 应该是散股吧 甭管什么股 你能卖给我吗 我这个卖给你啊 对 不能 为什么 那不是我说算的 那谁说了算 那个肯定不能 那你这个交易 那你怎么今后要完成交易吧 你卖给谁要 这个是说啊 不进入二级市场 就是开盘 敲钟这一天 敲钟这一天 由那个大的财团 都把这个 结果所有的散分 一块都给卖了 就是说 你不想卖也不行 想卖也不行 谁告诉你 谁告诉你 网上 网上 我告诉你 您如果真是原始股股东 您的股票 两到三年 不可交易 所以说就等 IPO那一天的一刻 敲钟那一刻 往后数两到三年 这股票 涨涨跌跌 跟您什么关系都没有 您一点卖的可能性都没有 如果您真是股东 但我告诉你一个消息 就是 截止到昨天晚上 北京市工商局的系统里面显示 那家公司就俩股东 都姓张 都是您说的那位创始人 和他相关的自然人 跟你没关系 您买的股份 哪 什么拿来的股份 你说那个 就说 北京市系统里面 工商系统 接着到昨天显示出来 公式信息 就两倍 我问你 就刚才宋老师说这个公司 我现在给你做一笔交易 你当时多少钱一股买 七块 七块 好 我现在准备七毛钱卖给你 你买不买 我呀 买不买 我也给你签这样的文件 买不买 七毛钱 买我的 我卖给你可以吗 买不买 买 为什么买 因为 替我那买的便宜吗 便宜 我是股东吗 那只有 那因为手续你必须给我转 什么手续 不就这张纸吗 网站的纸不行 系统也得打 哪个系统 就是那个网站的系统 我现在就告诉你 刚才宋老师已经说了 那公司网站上没您什么事 如果说是公司融资 我现在就告诉你 公司涉及到违法了 公司融资 他把钱打给个人了 那根本跟公司行为没有关系 对不对 如果说是公司的某一个股东 要以股权融资形式 出售自己的股权 他连股东都不是 他根本没有权利 卖给你股份 听明白了吗 先生 所以结果就是 你的钱打在了 刚才的那个女人的账上 现在钱在他那 他打在哪就不知道了 但是这钱没打到 你想赚钱的那地 那地就有俩股东 应该这家公司有合同吗 您跟公司有协议吗 没有 没有 所以我倒觉着先生 节目录完之后呢 我可以请我们的编导 带您到这公司 再去问一遍 能不能退钱 问完之后 如果您自己认为 您真的上当受骗了 您倒有一点您可以办 您也没有协议 您也没有什么 您可以跟您的上限要钱 因为你把钱打给他了 这个汽车那个 我直接叫公司 汽车那是直接叫公司的 那你公司给你出手续了吗 我出了一个 拿一个我们看一下 当时刷卡的时候啊 都开一个收据 收据 带着张的收据 收据 这个不是那个啊 这个票是我们领域的 南丁大阳 先生 我问你 我问一句话 这个收据是五块钱一本的那种吧 最简单的 这种收据五块钱一本 可能这个收据不作为法的依据 我这个我知道啊 但是说总是 他扣着张是 他收过钱了 还有什么收据 就这两张吗 这个是我们拿股票 现在拿 还有其他 就当时您录资的时候 那个有 这个一会儿 一会儿我给各位专家看一下 给孙老师看一下啊 这个上面写的很明白 就两张 收到 领取股票 手续费 对 三百元整 第二张 手续费 三百元整 跟您投资股权有什么关系吗 一共才六百块钱吗 这个是 跟那个没关系 这个是 拿那个股权 人家办的这个人 要收费 还要收费 这个又是一产业 您说这证的话 其实我觉得特别搞笑啊 就是 股东拿到股权证这回事 我没听说 找投资人要钱呢 这一方面 第二 您真的成为公司股东的情况下 您这是个股权交易 真实的股权交易行为的话 您的印花税票呢 对 贴上去了吗 他连合同都没有 工商局也没给他注册备案 刚才那个小松给你讲的 我听的特别重要 就是说按照他 这是专业人士 他讲任何一个公司 此股人 不可以超过两百人 就是要IPO之前 对 IPO之前那一页 不能超过两百 不能超过两百人 超过两百人 要上市之前 对 你想想 那个先生 他上市有个资本的 资本固定 按你们的五万就能起头 你算算拿那个 总资本一出 你们在多少人头啊 是不是在远远 超过两百人呢 这个文件有吗 中国证券法 但是我给他查一句啊 就是说我们入中领的时候 他有个打出一个 红字的发文 就说你说公司注册到几年 几年上市 但是从一几年 中国有个政策 就改变了 来来来先生啊 好 那我们现在问您几个问题 因为您说 只要您认为这个 磁动力这个车 这个事要是假的 您就不投别的了 那第一 这家公司根本不具备上市资格 那他一直跟你们说 他要上市 我们的正确法规 有明确规定 公司的成立满三年 那么到2016年 他才满三年 你又摇头 对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要说 就是这个 因为中国有一个法文 我看见了 真假我不知道 红头法文 这个法文都规定了 中国从几几年开始 那叫什么 改为核准制 就是说核准制 就是说允许中领 在短时间内上市 您又说说反了 就是由核准制 再向注册制过渡 现在还没开始呢 跟您这原始股 一点关系都没有 还没开始 逐渐的 有这个还没开始 老哥来来 听我说 我真诚的跟你说几句话 我也不把自己 非得送来救救救 把我拉走 我真诚的 我就去歇了 因为我觉得 我跟你在这 再耗下去呢 伤的是我 毁的是你 如果假定 你确实被骗了 如果你还想 把那钱要回来 把你那些 曾经跟你一起 干这件事情的人 不导致他们跟你 没完没了 那你就记住 我现在说的话 这个霍律师 是我这些 五十年来 见到的律师当中 我认为 是最好的律师之一 他肯定不会害你 他也在我面前 没害过别人 记好了啊 这几位 你成天剑 还有这位小宋 我们请他帮助 受骗上当 像你这样的人 已经一骗人了 好多了 在他的帮助之下 有的是把钱要回来了 有的是从医院 给救回来了 是他回来了 我就觉得你有救了 你可能一听他 你就会 哦 原来我这个 确实有问题了 可是现在看起来 就是这么好的专家 坐在这 霍律师告诉你 怎么去赶快要钱 你说不着急 那就说明你太活该 就是准备让人骗 所以我现在把我 最重的话留给你 你自己思考 十年以后 要么你在医院 要么你在法院 要么你在家里 这三个地方 你随便选 但是我希望 我十年之后 还能在这 是一个老专家 所以我要告诉你 我们刚才做的 所有的事 是希望我们能帮助 您拿回来一点钱 你现在能不能 听我们一句劝 起码跟着我们一块 这个情况都给您了 您就拿着我们这些东西 我让记者陪着您 一块到家公司说 人家说你们根本就没有上市的资格 可不可以 可以 好 如果他没话说给你把钱退了 你就赶紧拿着先生 赶紧拿着 你千万不要等着再发大财 我特别期待这期节目 您能有点警醒 因为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他们就是利用了很多百姓 对金融知识不了解 我们今天请的专家 都是顶级的专家 您不要再存侥幸了 我们带着您去这家公司去看一下 好不好 然后我们拿着刚才律师给讲的这一切东西 好吧 您听马上回家 好好想想我们的话 我就想告诉您 您希望您能理解我们 如果能帮您要回点钱来 如果不继续投资 您有两个这么好的女儿 好不好 我们试试 也希望您 不用不用给我答案 您认真思考一下 我相信您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 我希望我的真诚 我们的专业知识能够打动您 好不好 您愿意认真思考一下吗 可以 很好 谢谢 把这些东西都给他 然后我让记者带您去 我们最后请电视机前观众 拭目以待 我们来等结果 好不好先生 行 好吧 来 这个女儿你好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只要爸爸不再投资了 其他的都不重要 爸爸想要起来就要回来 不要就不要了 很好 你真是个好孩子 但是我会尽力帮你要 希望我们能帮到你 我觉得爸爸有很多的转变 你看到了吗 我也看到了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希望爸爸不再去投资 踏踏实实好好过日子就可以了 你有这么好的女儿 先生 认真思考一下 孩子们 从今天开始 你们不要在家再提太多 关于投资的事 别给爸爸压力 因为爸爸现在逆反题 让他自己安静的想 我相信他是个聪明的人 好不好 好的 再次感谢宋文明老师 谢谢我们的四位老师 节目录制结束后 张先生同意回家以后 再认真思考一下 专家老师说的这些话 张先生的女儿也表示 他们一定会努力做通父亲的工作 不让父亲再把辛苦赚来的钱 花在这些无用的事情上 节目组编导在录完节目后 也联系上了张先生上线的这位女士 这位女士表示 如果张先生愿意 他可以随时退还张先生 及张先生亲友们 打给他的所有钱款 但对于这项投资项目的真实与否 这位女士表示 将和大家一起拭目以待 我们对于真理 必须经常反复的说 因为错误 也有人在反复的宣传 并且不是有个别的人 而是有大批的人宣传